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佳老師 秀老師 選方真兄 還有詩品兄 還有黃老師 還有以及現場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 我現在是弘建田基金會的研發長鄭文娟 那其實32年前我就在弘建田基金會工作 所以在這段時間真的就像我們今天的這個題目 大一時代我們改變了什麼 我想我在這段的時間在從5月15號當宣布三級 我覺得整個台灣好像按下了暫停鍵 那在這幾個月或多或少我們改變了很多 我覺得包括我自己其實在我自己的工作生涯 我就做了一個轉換 那我是一個五年級生 50歲以上了 那我覺得好像我的人生可以再有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 我想回到弘建田基金會 我覺得就是希望我未來的下半生 我可以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那今天邀請到的這個自衛的主講者 我想我在基金會安排的活動 一直以來都會想要做的是大膽持續的探索 然後回應時代的需求 所以在徐文衛徐老師和我我們在想這個題目的時候 其實想要找到的這個語團的來賓 我希望他最能夠帶給我們的是一種正面的力量 像這個交際集團的這個審執行長 我們很清楚在一旦這個封 我們講不能講封城 一旦決定三級的這個疫情的這個管制的時候呢 其實教授老師也是沒有客人的 可是他的服務團隊依然在清潔他的環境 或是在審計上的帶領下 他讓他的同事們一樣的很有活力 很有正向的力量能夠迎向這個改變 迎向這個必須的改變 那像這個馮兴剛 馮老師 我當時告訴他說 我決定要休息了 他就回我一句話說 他們現在停演 他覺得休息的夠了 他反而是不要休息的 他依然跟宋少卿 在這個相聲網社的平台 做了一個三級搜梗 然後一樣的持續的跟大家見面 那我想師平兄 他確選擇 還是一樣在八月份 他出版了他的我父親 那他的父親節是過得熱熱鬧鬧的 那他的書 雖然在一起期間 還是持續的再刷 是一個暢銷書作家 我想他們一定有些什麼樣的方式 一樣的 雖然知道這個所有東西必須中斷 可是他還是一樣提出一些面對的方法 今天要談的就是想要談這個部分 第二我們請到的今天的這個主持人 就是衛生老師 那其實早在去年整個世界 全世界因為疫情的關係 而有所改變的時候 其實在國外封城等等的 他們早就已經用了一些 跟這個用電腦科技的方式 或雲端的這個交流的方式 他已經在香港在新加坡 一樣持續的是去辦他的這個國際的研討會 所以當我在八月底九月初 跟這幾位聯絡的時候 他們一口就答應了今天這個場次 那當然真的很好 我覺得在這段時間 大家真的是很努力的 讓我們的疫情控制下來了 所以冥王獎堂也是在今天 正式對外開發 讓大家可以來到我們這裡 所以真的謝謝大家今天來到現場 那我想在這個部分很重要 我們就邀請我們的今天的主持人 希望為徐老師來幫我們開場 然後來介紹我們今天能夠有基金會 在1971年的11月1號開始成立的基金會 今天謝謝大家來到現場 跟我們一起在度過倒數的這個 29天就是50年在基金會 我們先讓徐老師來我們開個場 歡迎徐老師 我們是一個系列的活動 是要來慶祝弘健全基金會50週年 所以我就在這個 舊的檔案資料裡頭找出一張照片 就是我們 我們洪健全基金會創辦以後 辦的第一件大事 這一件大事就是書評書目雜誌 所以這是48年前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簡老師從48年前開始 就做了第一個台灣最重要的書評 文學的評論 然後文學的書目的建構 各種書目的建構 然後以及翻譯 各方面的介紹的雜誌 那在最近一期10月號的文訊 也特別為了50週年 做了一個專題 所以各位如果關係基金會的朋友 也很歡迎來看這本雜誌 然後透過這本雜誌 更完整的理解基金會 在這50年來的創新大膽 在台灣的文化界 還沒有理解到民歌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就出了第一張民歌的唱片 然後去支持雲門舞集 製作本土的音樂 那甚至在台灣當時 整個視聽設備不發達的狀況底下 也辦了視聽圖書館 然後讓非常非常多的年輕人 有機會透過各種的影像的資料 然後看見整個世界 所以我最近聽林懷民老師說 那當時有一個年輕人 搭的公車去這個視聽基金會 後來他立志成為導演 各位知道他是誰嗎 他就是李安 所以我們會知道就是 基金會所做的各項的工作單 包含後來的獎學文經學院 以及明龍獎堂 不管是在整個文化導入企業 或是各方面都 以及人文推廣到這個社會 成為民間書院的整個過程 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所以我想在疫情來臨的時候 我們就和簡老師說 我們有機會透過明龍獎堂 透過基金會這樣一個平台 和社會大眾一起來談一談 究竟這個疫情造成了什麼影響 我們還有機會用一個更大膽 或更前衛的方式去思考 對台灣的未來嗎 然後也謝謝我們研發長 文娟就是非常非常的熱誠地 去聯繫了三位重量級的講者 來今天做這樣的對談 所以在我們的對談之前 那當然特別邀請到 50年來依舊美麗的我們的檢老師 來和我們講講話 對來談談他對於這50年 以及他眼下還有很多有趣的想法 我們歡迎簡老師 謝謝徐老師 還有三位我們的好朋友講者 還有各位好朋友 我這50年講下來 那我們這三位講者怎麼辦 就沒完沒了 我自己都還滿感動的 我那時候多年輕啊 所以那是50年前 所以其實如果你去經營一個 你很有興趣的一個 或者對社會你會間接直接的 有意義的一間工作的時候 你會永遠保持那個心態 所以我自己看起來都還不錯的樣子 而且那整個的場景 我自己現在記憶猶心 那我想謝謝文娟 謝謝文威 他們兩個人真的是在我這個 要走入到退休 走入到我的80歲 走入到我這個基金會50年的這個 歷史的一個過程當中呢 幫助我非常的大 然後帶給我很多很多的回憶的紀錄 或者是我整個基金會的痕跡 然後面對下一個 世代的一個心理狀態的準備 那我是覺得在某一些生活跟生涯上 你可以告一個段落 可是你的生命跟你自己的思考 跟你自己的未來其實是還可以有延續的 可是這個延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所以我找了文娟來做我們的研發室 那這個研發室裡面它的可發揮的空間很大 它可以是為我們基金會的未來 展現一些新的企劃想法 跟基金會的原來的團隊配合 也可以為我個人在一些生涯 還沒有走到盡頭之前的一些想法的一個 磨合、討論、結合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研發室的成立還不錯 對我個人的生命或對基金會的生命都非常重要 那今天這樣的一場演講 其實是早就該做了 因為這個疫情的發生 不管在全世界、在台灣 都是一件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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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一件事情 對我們整個社會、整個人、人們的一些生活 都會有很多的改變 那這些改變我們將來要怎麼因應 其實有很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那因為多年來基金會所從事的事情 其實都是走在時代的前端 去看到、去摸觸到、去吸收更多的資訊 然後來整合之後 再想想看 怎麼樣子讓社會的人可以一起來做一些因應 或做一些配合 那站在一個可以提供一些資源 或者一些能量的一個單位 我們也很願意來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今天在面臨其實是 我在11月1號我要退休 所以這個等於是我在這退休前的一個 舉辦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覺得是很值得 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我也很願意來參與 那讓希望我們這三位講者 能夠帶給我們一些啟發 也帶給我們一些共同可以在向前走的 更多的一個力量 那我就先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今天來 謝謝你 謝謝簡老師 那我們PPT就幫我放到下一頁 那所以其實今天這個座談 對我們來講其實是充滿的挑戰的 因為剛好我覺得 我讀到這本書的時候 我想到50又5.0 剛好這兩個數字也是一個巧合 那我就拿來當作一個背景的資料 那柯特勒是 大家都知道行銷學的大師 他最近推出的這本書叫 這個《行銷5.0》 他談了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 在整個疫情的衝擊底下 加上他觀察 全球都面臨了一個 兩極化的極端社會 不管意識形態也好 或是族群的衝突也好 或是世代的差異也好 那更重要的應該就是數位落差 就是因為數位工具的影響 我們會發現大環境 已經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極端的 兩極化的落差底下 其實企業的發展 面臨到一個相當大的危機 市場在哪裡 其實是一個 必須要重新去尋找的 那也限制了一個成長的機會 所以最近很多的學者都在討論 未來還是一個 以成長為目標的社會 還是人類整個社會 會面臨一個大趨緩的現象 那如果是這樣子一個想像的話 疫情以及這個數位時代 非接觸時代 或是一個遲緩的時代 我們該怎麼面對 感覺上並不是一個單純 疫情衝擊的影響 它背後其實有一個非常複雜的因素 我們再往下看下一頁 所以我們待會兒其實 第一個問題要去請三位 講者和我們一起討論的 其實就是疫情整體的衝擊 那對我個人來講 我其實因為長期在偏鄉服務 其實我一直關心的 可能會是社會不平等的一個現象 那因為我這本書是 簡老師 我聽說這個數值有會讀書 會再讀 所以我們就趕快跟著讀 這樣子 不能落後 這樣不能落後簡老師 那CNN的主持人 他就提出了這個 《後疫情效應》這本書 它裡面大概點出了非常多 令人驚悚的議題 例如說他認為 未來在2019的新冠疫情凸顯底下 很多不平等的問題 在未來是很明顯的 其實我們從這個疫苗 在全球的分配就可以發現 就貧弱的國家是分配不到疫苗的 那縱使在美國貧窮的社區 也打不到疫苗 甚至醫療的整體的素質不好 使得這個生存的權利 受到了非常大的影響 第二個 我今天搭計程車出來 那個計程車司機講說 我說你有在幫忙做外送服務嗎 他說對啊 他現在年輕人怎麼那麼懶 連一杯飲料都要他開個計程車去外送 我就跟他說 宅習慣了回不去 所以如果這麼宅習慣的話 各位你看 我還記得十幾二十年前 有一個老先生跟我講說 薛老師我跟你講 我成功的秘訣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買店面 他說他因為有很多的店面 所以他後來發財了 各位零售業還會有嗎 如果大家通通宅在家的話 就是都靠Fu Panda跟Uber 各位可以知道 就是數位零售業已經在疫情的 整個衝擊以下超越了實體的零售業 所以店面這件事情可能變成一個虛網的問題 那在這樣一個衝擊底下的話 各位有沒有想像 就是事實上包含台灣的媒體都一樣 其實就是數位平台主宰了一切 台灣在還沒有疫情之前 所有的媒體幾乎都快要拿不到廣告了 因為百分之六成的廣告 通通集中在美國人的臉書 跟這個YouTube上面 Google上面 那各位可以想像 在這樣一個大的衝擊底下 那沒有掌握到數位平台的人 未來怎麼辦 就一般各位可以想像 在偏向的小農或是種種的 他進不到這個體系的時候 他應該要怎麼面對他的生活 那遠距的工作成為一種常態 大家有辦法能力再加上班的人 可以繼續領到薪水 那各位有沒有想到 有非常多的人 事實上是 他一定必須要在實體的環境裡頭工作 特別是服務業 今天其實 我相信這個 沈總才可以給我們很多很多 實際奮鬥出來的一些例子 就是說能遠距工作的人 才長有工作的機會 那而不能的人的話 那他們應該怎麼辦 所以這本書裡頭告訴我一個數字 讓我看得驚心動魄 他說未來幾年內 他說有七千萬到這個 或者是4.3億的人 要即將陷入一個極端的貧窮當中 也就是說在疫情來之前 全世界好像透過一些洗牌 我們會發現什麼 有金磚四國 有很多新興國家 可是在一場疫情衝擊之後 這些人又被打入原形 那這種極端貧窮的狀況 會不會是我們也必須 除了把台灣顧好之外 我們也必須重新去思考 這些新的變化 那劇場的變化也很大 演藝界 而且好萊塢整個影響到 被裁員的人超過20萬 那台灣更不用講 就是說我們的整體 不管影視的環境 到劇場的環境 到表演藝術的環境 也都是如此 那所以我們今天有機會 能夠聆聽到三位給我們來 就不同的觀察的層面來分析 我相信絕對會是一個 非常非常豐富的一個收穫 我們是不是請三位 我們的語台人也到前面就座 然後一開頭我們就先請施萍 為我們來談一談 他對於一個敏銳的媒體人 以及趨勢的分析的專家來 我們談一談這個議題 我們是不是掌聲歡迎 太施萍了 謝謝 謝謝徐文蔚、徐教授 都是老朋友了 也謝謝簡老師 還有文娟 還有在座的台上 待會跟我們一起要聊天 我先站著好了好不好 站著比較習慣 其實我這個PowerPoint的放跟不放 都沒什麼太大關係 因為說他不太準 說整個要談的調性 但是我剛剛看 聽了文娟家開場 然後聽了簡老師回顧了50年 然後文偉兄呢 特別提到那兩本書 兩本書的作者都很有名 所以這是兩本好書 各位有機會真的可以去看 但毫無疑問 各位可以感受到 這個題目叫做大義時代 我們改變了什麼 我本來準備了一個副題 是我的樂靈心想像 一方面是遷就我自己 因為我這幾年就進入到 花甲美魔男了 怎樣不行嗎 你們笑那麼大聲是覺得 是覺得花甲就花甲了 還加個美魔男嗎 不行嗎 所以我這幾年 其實一直有在關心一個問題 就是說 到底人到了一個年紀之後 要怎麼樣子 對自己有一些期望跟要求 而且這期望要求 又不會變成一種 長輩的傲慢或長輩的無知 或者是長輩的單方向的問候 年輕人都覺得說 懶得理你了對不對 那這個的確是一個挑戰 我自己有時候 最近常開玩笑 跟我一些朋友 在一些活動裡面出現的時候 我常常會互相的 怎麼會互相調侃 就說不要講太多 不要講太多 不要到時候變成 以為自己在演講了 然後那個 感覺很多長輩 是有這個習慣的對不對 因為剛剛這個 簡老師說的 50年喔 講不完啦 是不是 這也是一個 所以我才說 其實也是我這幾年 在思考的問題 那我就開場很簡單 我其實這幾年思考 在思考的時候 我有用一個名詞 叫中場哲學 就像我們跑步打籃球一樣 中場休息時間 中場哲學 那什麼叫中場哲學呢 因為沒有人知道 自己的中場會在哪裡 對不對 沒有人知道嘛 那可是 所以我就說 我們應該從別人的故事 或別人的生命故事裡面 去找到中場哲學的對照 比方隨便講 賈伯斯 58歲過世 那他在28歲的時候 是他人生的中場 可是他28歲的時候 他怎麼知道自己 58歲就 56歲 對不起 56歲他就不行了呢 是不是 他怎麼可能呢 任何一個人 在50幾歲的時候 都會覺得自己的生命 是很長的 我在這個資料裡面 有點了一張 內政部110年最新的 我們的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地區的整個的 這個平均餘命的調查 我們是81點多了 然後女性是可以到84 男生是到78 所以平均是81點多 將近82 女生可以到84 男生在78 所以這表示說 男生女生是可以平均 同年齡的人 會可以比同年齡的男性 多活六年 所以跟你們的孩子說 挑男朋友的時候 要盡量找小一點的 或者盡量找大一點的 好 那這個意思 什麼意思呢 各位想想 平均餘命的意思 也就是說如果用82歲 來做平均餘命的話 意思就意味著說 你大概可以用82 來想你的人生 可是問題是 對賈伯斯來說 他只到56 是不是 他只到我說 他離這個平均餘命 還差得遠 美國的平均餘命 還比我們高呢 是不是 所以什麼叫中場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看別人的故事 就知道 平均餘命這種概念 對你不見得是有意義的 你可能比他多 你也可能比他少 但是我們看別人的故事 會學到一個體驗就是 如果 你看到你是賈伯斯 在56歲的時候 就走掉的話 你會在乎什麼 賈伯斯在自傳裡面 跟後來的紀錄片裡面 都有一段談話 很感人 人家問他在胰臟癌之後 問他的心願 他沒有講蘋果怎樣 他講的是說 他希望看到他的兒子 高中畢業典禮 他能參加他兒子的高中畢業典禮 但很抱歉他沒有參加到 他就走了 我為什麼說那段話很感人呢 因為第一對我來說 我是個老爸爸 我44歲才結婚 47歲才有小孩 對我來說 那個話我特別有感 因為我要看到我女兒 大學畢業 我就69歲了 對不對 就69歲 我要看到她結婚 假如她像現在 在各位的兒女一樣 三幾歲還不肯結婚的話 我就奧米托佛 真的 我要保證我要活到非常健康 活到非常的老 我才能看到她肯結婚 所以我看到賈博士講這句話說 我是很有feu的 為什麼 因為她第二次婚姻 然後才生了一個兒子 很晚才生了一個兒子 其實也沒有很晚 跟我比她沒有很晚 但是她得了一丈癌 所以她沒有辦法看到兒子 高中畢業典禮 可是對我們所有人來講 我們說我們看到我們的孩子 大學畢業典禮 看到他結婚 都是理所當然的對不對 因為你的平均結婚年齡 到了他大學畢業或結婚 大概你才60多嘛 50多到60多之間 如果你278歲 30歲結婚的話 你的兒子小孩女兒30歲 你才60歲 平均移民來說 你還都可以期待的 所以我講這個目的是告訴大家 從別人的故事就知道 中場哲學這個概念 是拿來做我們的提醒 我們不知道我們可以活多久 所以中場應該是 你自己要覺得你的生命 到一個階段以後 你覺得你應該要有一個下半場的調整的時候 中場哲學的概念就要出來了 從別人的身上 我們可以得到很多的啟發 就是他不一定 你不一定能像他那麼幸運活那麼久 當然你可能也不會那麼倒霉 像某些人那樣 老天爺就跟你說你要提前畢業了 那既然如此 我們要感謝 你可以走到40幾還健健康康 50幾還健健康康 60幾還敢說自己是花獎美魔男 其實還可能 所以你要做什麼 我想我開場就在這 因為這樣子 所以大一時代對我來說 我反省的反思的其實也就是這樣 回到日常裡面更加的懂得 在日常裡面去體會 包括我自己在2016年以後的寫作 我回到比較daily life的寫作 寫我的看到的朋友親人 回不去了 然而有一種愛 那是我的女兒出現了 有一種愛 然後寫了 我該怎麼對你說 日常及永恆 寫了40封情書 給我要過40歲生日的太太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好浪漫 我告訴你很難寫 很難寫 因為你可以在一分鐘兩分鐘 中間講很多浪漫的話 你要把它寫成40封情書 每一封都兩千字 這很難 但是怎麼寫呢 我就每天講日常 我去買菜 買菜的時候 發現到我太太喜歡吃蛤蜊 對不對 那我就每天一兩天 就買一點蛤蜊回來 我就想像著 蛤蜊蛤蜊 對不對 一直吃一直吃 有一天它就堆成了一座山 當年那個圓山貝總 那個圓死人 不就是每天沿著淡水河 拿著蛤蜊 回到貝總那裡 給他太太吃 就吃吃吃吃吃到一個圓山貝總 魚子 當然是胡扯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就是小日子裡面的 一些有意識的體會 透過小日子的分析 透過日常的分析 你才可以體會到 什麼叫做日常 什麼叫做生命 然後我另外一條線呢 也跟美容講堂 還有這個簡老師他們做得很像 我就一直覺得 我以前從小很愛讀的古典文學 雖然我沒有走上文學系這條路 對我的人生其實還幫助蠻大的 我變成一個可以講故事的人 或者是能夠用文字的人 所以我就決定回頭來 開始寫系列的古典系列 我寫了金瓶 紅樓心機 寫了然後寫完之後 我寫了金瓶梅的金瓶本色 然後去年完成了張愛玲100歲的 也許你該看看張愛玲 就是我兩條線在走 一條線就是在日常生活裡面發掘題材 重新去認識自己 那就曉得說自己雖然很普通很平凡 可是也是有故事的 另外一條線就是從一條 我們承受的文化這個脈絡 努力的來替更多年輕的朋友 來體會古典文學裡頭的 某一些很有意思的東西 比如說我從心機動機的角度 重新來看紅樓幕裡面的每一個人的角色 盤算 其實它就是一個角色跟動機的這種互動 那金瓶梅裡面看到這種 人在性跟權力金錢的欲望之間 不斷的在移動的這個流動的這種過程 對我來說我也很開心 因為我重新回顧了當年讀這些東西的樂趣 但是寫出來以後 一發現滿多朋友還滿喜歡的 就是跟文學院的朋友 不太一樣的詮釋的角度 那我也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想對我來說大義時代 基本上符合了我這幾年 人到了花甲以後 開始重新體會生命的意義 是回到我的日常 那這因為是大義 大義時代 所以我就更加知道更加體會 會鼓勵更多的朋友 你不知道未來會怎樣 但是你可以知道的是現在 你可以把握的是現在 透過現在重新回顧過去 把它串連出一個生命中 有連續性的這個意義的連結 那你就會知道未來可能是什麼了 謝謝大家 好 那接下來我們是又請馮伯伯 對 馮你剛剛來跟我們分享 對 在疫情當中 對 相聲瓦斯怎麼了 我剛剛從話裡面聽到好像 基金會的生日是10月31號 11月1號 比我小一天 我是10月31號 所以看我剛剛講29天 我就好興奮 跟我生日同一天 差一天 但是也是天蠍座 但是你比基金會大很多吧 但是你比基金會大很多吧 沒有 基金會 基金會成立的時候 基金會成立的時候 那個 蔣中正總統還在 我出生的時候 蔣中正總統也還在 我們就模糊一點好了 我必須要把口罩取下了 我們剛剛有講好 講話的時候可以取口罩 在那個劇場裡面 因為劇場現在全面恢復售票了 劇場裡面呢 我們就是要提出我們的疫苗施打證明 我這一波就可以打到 我是第九類 可以打第二劑AZ了 我可以打到第二劑了 然後我每個禮拜一 因為要見學生 我每個禮拜一都要自己去家快篩 所以也是陰性的 所以我是很放心自己 今天跟太匯講話的幾位在一起 我要做小抄 在上一次疫情 還不太困難的那一段時間 本來就是你在戶外 都可以不戴口罩 我們在台中 我印象記得好清楚 在台中 我一下車 門口的那個bellboy 幫我戴口罩 這個語法 因為我是說話的人 我的工作就是說話 幫我戴口罩喔 我大概知道它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把口罩戴上 但我有點故意 我就上去我說 我看你的口罩戴的挺好的呀 為什麼我還要幫你戴口罩呢 你應該說的是請你戴口罩 你應該說請我 你看到我沒有戴口罩 你應該說請你戴口罩 不是幫我戴口罩 有沒有 幫我掃食連治喔 有沒有 幫我量額溫喔 各位是不是常聽到這些話 幫我保持社交距離喔 然後你進到餐廳裡面 你說我們是同住家人耶 那個隔板是不是可以先放旁邊 政府有規定喔 好像我是平行時空 我不知道政府有這個規定一樣 我每天都要接受教育 這是我察覺的我們這個社會的改變 人與人之間的溫柔跟體恤不見了 變成一種直接了當 直說甚至於帶有指責意味的口吻 然後我們就忍著 我們就忍著 為什麼呢 日子已經不好過了 就不要想再從這些小地方再來找不愉快 我們就忍 忍到後來呢我們居然就麻木了 這三個月五個月下來 我們回想一下 我們是不是已經被警衛啊 保全啊 超商的服務人員啊 已經呵斥到習慣了 他們原來是服務我們的人 是我們社會上非常重要的安定力量 他們的溫柔言語 是我們好需要的小確信 這位先生請問你來我們社區是在拜訪哪一位 對不對大概都是要這樣的口吻吧 你期待我們的父兒號裡的社會 是要這樣的人與人的交往跟相處 這個東西不見了好可惜 我們從理性旁觀來看這個事情 都覺得這其實沒有什麼好生氣的 這沒有什麼好生氣我們理解就好了 當你認真的是你遇到的時候呢 我故意的要提前兩天的那個案子 我不曉得那個小妹妹 超商的小妹妹是怎麼跟人家說的 幫我戴口罩是不是這樣說的 然後那個人說我口罩 他口罩沒有戴好 幫我戴口罩喔 還是說請你幫我幫忙把口罩戴好 不管他是怎麼說的 那個情緒特別不好的人 上去挖他的眼睛 我們的社會變成這樣了 我們的社會變成一種喪屍 有沒有這個活屍型的一種 隨便就可以對你動手了 這樣的一個地方 再來就是我剛剛講 我們對我而言 非常衝擊的 關於戴口罩這件事情 我心血管裡面四根指甲 我戴口罩對我來講 是非常非常挑戰的 尤其我在外面走路 很經常需要忍耐 有那個可能快要缺氧的感受 所以要走得很慢 本來我們這種心血管疾病的人 是每天要快走路 多走路多流汗 對我們身體才好 反正不行了 不行 你就得要慢慢走 因為口罩戴在臉上 所以我好期待明天陳時中說一點 對不對 他說了明天那個禮拜天 好像有戶外口罩部分解嚴的 好期待 尤其我從事的行業 我從事的這個行業叫表演藝術 我不上課了 表演藝術指的就是舞蹈類型的 音樂類型的跟我們戲劇類型的 三大類型的表演藝術 Performing Arts 表演藝術的我們的本質是什麽呢 當面 當著各位觀眾的面 呈現我的作品 就是當面 沒有什麽直播 沒有什麽線上 是當面的 那於是有很多的名詞 你這個人很露臉 露個臉吧 是我們表演藝術人 是露臉的 我們是出來亮相的 我們是追求展露頭角的 是吧 這些字眼都是從表演藝術人的特質 發展出來的 可是這個口罩往我們臉上一遮 令得我們這些可以有頭有臉的人 一個一個變得面目不清 我那天在捷運上面 不曉得為什麽 我也有檢討 我在捷運上 因為我不太滑手機 我經常坐在捷運上去看 十個人裏面 八個半九個在滑手機 尤其是那些年輕的小朋友 上車以後就滑手機 明明是幾個人一起出來玩的 穿得漂漂亮亮 天這麽熱 小女生都穿得很短很短的裙子 很短很短的褲子 然後上台坐在一起 三個人彼此不講話 通通滑手機 我就看 哇 現在小朋友都這麽漂亮 因為口罩把她的臉 遮掉三分之二了 下半張臉的整個都不見 只剩下眼睛 然後 哇 她的眼睛都這麽漂亮 我很想看她鼻子正不正 嘴巴厚不厚 大不大 小不小 看不見了 我們五年級生 小的時候啊 坐公車的時候 最喜歡用瞄的 對不對 瞄到 你會在上下學的過程中 瞄到自己喜歡的那張臉孔 我在想那這一代的小朋友怎麼辦 如果口罩繼續戴下去 曾經這兩天就有一位醫生 他說 口罩要戴到天荒地老 這句話我覺得是 真的是我聽到 毛骨悚然 醫生大人 您所受的訓練 是天天戴口罩 可是我的行業就不能戴口罩 就不是戴口罩 所以 還是說 他要確定他們家的小朋友 日後都是子誠副業 都是考上醫學院 功課都那麼好 他們家世世代代 戴口罩戴到天荒地老 不知道 對我們劇場的衝擊 其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字眼 叫梅花座 梅花座其實不是現在這個意思 不是 我在某大學當過老師 那個某大學是非常有名的外點 那個教務處的人外點 他要讓學生坐在固定的位置上面 然後學生哪個位置上沒人 他就記那個學生的缺況 考試的時候呢 一定是三五個班 不同的科目的學生混編 梅花座 你坐下來的 你的左右前後 你是不認識的 是別系別班的同學 那才叫梅花座 梅花座其實是坐滿的 我們現在劇場 可以勉強說叫間隔座位 但是梅花座不是那個意思 整天講梅花座 然後我們梅花座是完蛋的 梅花座是沒有辦法回成本 我們成本不符的 來 我們 對對對 是這張 是這張 所以呢 我本來就覺得說 像生瓦社我們乾脆停演 根本停演好了 但是蘇東坡這句話呢 對我有一個鼓舞 姑且不論我的理解 是不是用原來 國文的那個理解 就是變與不變 我要怎麼樣改變 順應改變呢 我覺得我的第一個改變 是順應了關於梅花座這件事情 好的 我同意 在梅花座售票的前提之下 我們先梅花座 而且 對於這個叫做影音的作品 我不要太排斥 但是我們下一張 在去年 2020年春天 疫情發生的時候 我糾集了 相生瓦社 我老老小小的 各個的搭檔 有人寫一個本子 有人寫三個本子 有人寫十個本子 有人寫十幾個 二十個本子 我們組成了這個內容 叫做相生百人一首 從中國歷史上 找尋一百位詩人 從曹操開始 到明朝的揚慎結束 一千三百年間的 一百個詩詞作者 把他們的作品呢 寫成三分鐘小段相生 隨便你怎麼發展 所以不同的人 又不同的腦子來寫 這是我們大義時代 做的第一個改變 就是相生瓦社故意的 要做一點跟影音相關的事情 我們來 匹匹幾類 對 來 南宋有一名才子 叫興契吉 他文筆很好 但是個性上有點雞婆 怎麼說人家雞婆呢 京兵南清 興契吉上書給皇上 他寫了什麼 啟稟皇上 馬座滴爐飛快 應派兵北伐 以免亡國 皇上怎麼表示 胡說 南宋不會亡 對自己很有自信 過了幾年 京兵再度南清 興契吉再度上書 他又寫了什麼 啟稟皇上 啟稟皇上 京兵再犯 公儒霹霹賢金 應派兵北伐 以免亡國 皇上怎麼表示 胡說 南宋不會亡 國系國防 又過了幾年 京兵接連南清 企圖稱霸中原 那怎麼辦 這一回 興契吉直接進京面勝 直接殺到皇上面前 啟稟皇上 國難當頭 應即刻動兵 以免亡國 胡說 南宋不會亡 你們看 連他都知道了 我看他徹底完蛋了 見皇上如此執迷不悟 興契吉終於死心 成日飲酒赴詩 書姐心中鬱悶 把玩著珍藏多年的寶劍 興契吉趁著醉意他常探道 醉裡挑燈看見 夢迴吹腳連迎 心情不好的時候 喝再多酒也解決不了問題 後來南宋果然滅亡了 興契吉的預言成真了 不 他有生之年沒看見 興契吉過世七十年之後 國家才滅亡呢 不願意看見的事情 終於沒看見 也算是好事益莊 說得對 啊 我想啊 嗯 七十年之後 假如 我是說假如我們的國家滅亡的話 我應該也看不見 啊 所以根據興契吉的經驗 在我黃某人有生之年 我們的國家一定不會亡 萬歲萬歲萬萬歲 選這一段的原因呢 我們下一張 OK 對對對 我們 不是 那個書的那一張 對了 選這一題的原因呢 他這一題 來源是特別 非常特別的 我尋找到一個贊助 就是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 他的董事長是我們前任的行政院長 劉兆玄 我們的這個 現在是 退休以後是名作家上官鼎 他出的題目 這一題是他出的 那麼於是呢 就用了他出的題目做了一題 而且呢 他的基金會支援我們做這件事情的出版 還有錄影 所以我們有基金會的支持 出版錄影這個過程當中 讓相聲瓦瑟的夥伴們 在沒有辦法演出劇場的過程當中 度小月 收到一點稿費 收到一點錄影費用 我們可以暫時過日子 第一段報告到這裡 謝謝阿剛老師 那接下來我們這個 沈方正執行長 應該這個不只是杜曉月 餐飲業 以及這個旅館行業 真的是相當相當的艱難 這麼長一段時間 國外的旅館來 只會去防疫旅館 那到底是怎麼樣度過這段時間 然後又用什麼樣的創意 來突破這樣的困境 我們是不是掌聲歡迎 謝謝 謝謝 聽得到嗎 謝謝 謝謝 謝謝徐老師 那 我看我從這個易剛剛才的這個 最後一段話 梗接上好了 因為我講到我們自己的事情 可能就蠻沉重的 所以先講有趣的 這個感謝文娟 贈送這個大師上官鼎的這個名作阿飄給我看 這個很有意思 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一看 那疫情期間 感覺起來 大家都處於一個相同的境遇之中 因為每個人都在疫情防疫 CDC每一天有一種說法 那大家的境遇呢 在疫情之下 都是一樣的 就是心情 也許是有點脆弱 有一點害怕 或者是覺得 怎麼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這種心情呢 大家也許是相同的 但是有很多相異的地方 我剛才在台下聽了這個 詩篇易剛講了20分鐘 其實我內心感到非常的痛苦與煎熬 因為我們這個大作家詩平兄 從去年疫情到現在 寫作的產量是比以往還要格外的奮發 對他來講 疫情雖然說有一種身體上面的限制 因為也許不能出去跑步啊 不能出國去玩啊 但是他的頭腦更加的活躍 他寫作寫的更多了 那易剛修呢 剛開始劇場不能出來表演 是非常非常的這個難過 但是呢 這個百人一首 然後呢大家知道 他跟宋少卿呢 在這個YouTube上錄的 如果還沒有看啊 趕快這個 我們今天演講結束了以後 趕快看一看 這個我常講啊 現在很多名人啊 年輕人都不認識 但是呢 年輕人認識他 因為啊他被圍剿得很厲害 連我都知道 那就是呢 這個疫情之間啊 來得更紅 以前的觀眾呢 大概這個三四十歲 這個三十到六十歲為主 那以後呢 如果再演啊 我看啊 有人可能會去相聲瓦瑟 表演的地方 拉紅布條 拉紅布條的時候呢 相聲瓦瑟工作人 就出來講說 麻煩你買個票 可以進場來拉這樣 也不會站座位 就站後面就好 就是說這疫情之間啊 所以不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 但是我的工作呢 又不一樣 這個 根據啊 這個民航局統計 今年度一到六月 出入境以及轉機的人數 比較去年同期 去年也是有疫情喔 比較去年同期呢 降百分之九十三點三六 那表示根本沒人 除了那些呢 就是本來覺得疫情好 還不嚴重的時候 在這個五月十五號以前 很多住在美國加拿大 以及各地的 沒有繳稅的人 跑回來避難 享受我們台灣這個美好的環境 有這麼一群人 這個跑回來 要不然呢 可能來的更少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這個 我在跟我們的所有的 這個總經理啊 還有同事講 我說啊 我第一次喔 做了這個旅館 做了三十六年 第一次覺得喔 居然我從事的是一個 這麼脆弱的行業 因為以後疫情 也許是一個新常態 我後來就想 我們這個行業 還有繼續存在的必要性嘛 就如果疫情經常會出現的話 現在的人大家 都很會用Zoom嘛 Google Meet 一大堆啊 什麼都在用 不需要來 現在還有什麼樣外國人來呢 就是比如說 我們台積電還在擴廠 幫台積電裝機器的人會來 但是跟台積電買東西的人 他不來了 那以後呢 陸續也會這樣子 按照我們業界的統計呢 最快是在三年以後 我們才能恢復到一定程度的正常 大概是原來的六成左右 所以啊 這個對我們來說 我們是自己要自問 就是說我們的行業 到底存在的價值在哪裡 這也是我在問我們的主管和同事 那這個是我們啊 疫情的影響 大家剛過完中秋節 那中秋節的前面一個節呢 是端午節 端午節呢 這個 那一天啊 我感觸特別深刻 因為端午連假 在我們的度假旅館啊 這個在一年以前啊 是人聲鼎沸 到處都是人 可是那一天呢 站在飯店的大廳 左看 右看 前看 後看 一個人都沒有 我想說 哎呀 這個 我就拿了這個手機啊 排了一些照片 四處都是空空蕩蕩的 餐廳也是空的 到處都是空的 只有看到員工而已 我想說這個 再拍下去啊 我可能會得憂鬱症 就想點事情來做 我後來呢 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對啊 我後來就找 就把這個 每個單位啊 沒事的員工 全部都叫出來 我說你們來來 出來出來 你們幹嘛 我說我們來大門口辦個活動 結果呢 就在飯店的大門口啊 這個各單位員工代表 這個端午節 立誕比賽 本來是啊 人啊 這個大門啊 是不能擋住的 人是進進出出的 結果我們在大門門口 立誕比賽 許多人啊 得到了啊 這個此生以來 最大的成就感 他說我不曉得端午節啊 但真的立得起來 因為我們時間也很充裕嘛 反正沒有人來飯店嘛 都在那邊好好的立 立了一整排誕在飯店門口 也不怕有人走進來 把他踩破 其實我有一度啊 這個 在想 我們是不是啊 這個要把飯店 先休息關起來 先休息關起來 那但是呢 在疫情期間 我們都沒關 因為我跟同事講了一句話 我說啊 我再想一想 如果有人需要我們的話 我們就 繼續做下去 那結果呢 這個啊 慢慢的 端午節過以後 欸 又需要我們的人出現 因為啊 疫情的關係啊 大家一直關在台北 就很悶啊 那有一些呢 這個 很聰明的人啊 還有我們的老客人 就從台北呢 搬到飯店來住 長期住在裡面 長期住在裡面 每天早上呢 還沒有人的時候呢 就起來游泳 游完泳以後呢 就等著我們把早餐送到他房間 然後呢 房間裡面呢 叫我們佈置呢 可以在房間裡面工作的環境 那時候大家都遠距上班嘛 就在那邊上班 上完班呢 這個下午呢 就運動 因為飯店都沒人嘛 就是防疫標準的 可以拉得很長啊 我們就為了這一群客人呢 慢慢啊 想說欸 有人需要我們 有人想遠離他的居住環境 那我們就有一個 存在的意義 那在那個基礎點之下呢 這個 其實呢也是不行的 因為呢 這麼少客人還是要賠很多錢 那我的工作呢 的這個管理職責之一呢 就是 要去跟董事會講 就是說欸 我們什麼時候要放無薪假 什麼時候縮減 營業規模 那當然對我來說呢 是非常忐忑 因為這個員工跟著我們工作 要做這個事情 要非常審慎的考慮 那對我來講啊 大義年代啊 就是走一步啊 是一步 沒人的時候就立蛋 有了人以後呢 就慢慢服務 服務了以後呢 就算了出虧多少錢 算了出虧多少錢了以後呢 就想說欸 還能走多遠 就只能這樣子喔 一個禮拜一個禮拜的過 那疫情呢 慢慢慢慢好一點 我就跟董事會開會報告 我說呢 目前到八月底 大概我們虧多少錢 但是呢 七月啊 政府會給我們補助 所以呢 我們目前維持現狀 就維持現狀 到了七月底 疫情好一點 看樣子呢 虧了 比原來預測少了一點 那麼說那八月呢 就再看一個月 看了一個月以後呢 欸 現在看起來 口罩都快要可以脫了 就慢慢的喔 已經喔 其實是已經淹到頭頂了 現在大概露出鼻子了 但嘴巴還沒露出來 那我現在是露出來 因為剛才 這個易剛兄說 這個講話的人可以脫口罩 那 對我們來講喔 但是問題是 最近喔 我們正在做全台灣還有國內外飯店的 明年度的預算 我昨天喔 召集我們所有總經理在開會 我跟他們講了喔 這個這個 一篇喔 不太長的話 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本質改變了 而疫情期間呢 其實我們把所有的成本費用 從頭到尾都看了一遍 能省的都省 能調的也都調了 我說喔 在接下來的年代呢 要用新的架構來經營 新的架構來經營呢 就是盡量減低 你的固定成本費用 我說這樣的話呢 你的員工的工作權 才有機會確保 因為你始終是在一個 負擔很大的架構裡面 它是很困難的 其實剛才喔 主持人在 在剛開始 這個提供的兩本書裡面喔 都有很多喔 就是我在跟我們同事 還有主管在分享的東西 在這個疫情期間喔 我說有相同 有相異 但是呢 在台灣生活喔 我第一次感覺到 就是說 有那種很嚴重的被剝奪感 怎麼產生的 是疫情產生的 因為本來喔 我也覺得喔 活在這邊很快樂 過得好好 但突然喔 在幾個月以前發現 我跟蔡思平 怎麼都沒有打到疫苗啊 我們怎麼都沒有參加到基金會啊 而且那裡面很多 我們兩個人的朋友 我想說怎麼這些人都打了 這怎麼一回事啊 就是說 本來不會這樣感覺耶 突然感覺嚴重剝奪感 然後呢 我在很關心啊 我的這個同事 我說欸你們這個打了沒有 她比我年輕 她說我打了 我說你怎麼打了耶 六十幾年次 六十八年次 我說你怎麼打 她說我太太在那個快篩站當志工 所以大家喔 大家所不知道這個名堂啊 我跟你講多得很啊 多得很 不要說當那個基金會志工 在快篩站當志工都有得打 所以喔這個不公平啊 就是在困難的情況之下 會產生不公平 像他們兩位這個心靈自由的人 那還有生產的空間 那我是一個禮拜一個禮拜的在害怕 那這個疫情之中喔 我說也有相同也有相異 那相同的呢 是大家都受到疫苗的威脅 其實喔這些先打的人喔 也不一定完全就都沒事 現在打兩劑都會突破喔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被剝奪感就少了一點 就是說 只要我不被突破就好 那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可以去思考 就同樣都是這麼悲慘 這麼可怕的狀況之下 有許多相同與相異喔 值得我們自己好好去思考 那那個相同與相異呢 有的時候喔 認真看待 有的時候喔 輕鬆面對 這樣子大家比較好過 我先這樣講 好 謝謝 我們謝謝方正執行長 不過無論如何 我覺得有這麼好的企業經營者 願意把員工的工作權 做一個優先的考量 我們是再給他掌聲鼓勵 好 那我想我就從這一章開始 那我想講應該是說 疫情其實帶給我們比較大的社會衝擊 應該是說 是不是一個台灣其實已經分裂成兩個台灣 我們會看到很多讓我們覺得 過去不會發生的事情 可是現在暴露出來 例如說大家都回家去上課了 然後那其實家裡頭設備夠嗎 結果本來是夠的 結果爸爸媽媽也回家上班了 然後小朋友就只能用手機來上課 然後甚至是沒有辦法上課 這個在疫情期間我們大概就聽到 有一些教育難民的產生 好 我們再看下一頁 對 然後我們會看到這樣的照片 在台北市出現 就是很多的老人家戴著口罩去排隊買口罩 在剛開始的時候 那不是都可以網路解決嗎 可是為什麼 台北的老人家特別熱愛出門 戴口罩去買口罩呢 那買到口罩以後還要損失一個口罩 好 那當時就引發很大的討論 好 我們再看下一頁 對 那其實我一個 東華的學生後來拿到博士 他寫了一篇非常沉重的論文 就叫做 疫情時代的脆微的影視勞動 他講說好萊塢有20萬的人失業 台灣的整體應演的票房 調得非常的多 那所以政府不是都有在紓困嘛 可是紓困不到這些人身上 為什麼 因為特別是 像阿剛老師特別可以理解 我們劇場的人或是演藝環境 這個影視環境的人 並沒有固定的工作 特別像編劇啊 寫劇啊 影評啊 他不是那種紓困 就直接可以到達的對象 所以因此就使得這些 原本其實年輕一代 還靠著自己一些熱情熱血 然後願意在這樣一個行業裡頭奉獻的人 其實在疫情受到了非常大的衝擊 我經常在擔心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疫情會不會讓一代的 這個年輕的藝術工作者從此消失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可能 好 那如果我們再往下看的話 那大家都這麼說 就是我讀這個美國的一個 NGO組織的一個報告 NRI他講的網路準備度 他說數位轉型已經是肺炎時期 一定會遇到的狀況 我們是被逼迫的數位轉型 連政府也在逼我們 就是這個五倍券要數位綁定 有數位綁定增加了三四百萬的人次 政府就高興的不得了 那這種轉型的結果 其實他同時也說 就會造成更大的數位落差 真的嗎 我們往下看 那這個往下看的結果 大家就看到了 我們剛剛講 為什麼這個孩子要在家裡頭 搶不到電腦 因為我們本來以為 台灣是一個資訊設備 非常普及的地方 那實則不然 就是家戶裡頭 持有平板電腦的比例 並沒有那麼的高 我們平板電腦的持有率 在全世界來看 其實排名是很低的 我們大概只有 四成二的家戶持有平板電腦 所以這個大家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突然這個 爸爸媽媽一起回到家裡頭的時候 搶電腦 孩子搶不過的時候 他上課就只能看手機 那這個當然就是 非常清楚的 從量的數字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在教育環境 究竟遇到了什麼問題 所以在疫情一發生的時候 當然就很感謝 我覺得 之前因為也在閩龍獎堂上課 有非常多的學員 其實都很有愛心 就真的就打電話來說 薛老師沒問題 我們可以幫忙來捐 捐平板到天鄉宜蘭花蓮 我負責的這個輔導的 數位機會中心的社區 然後一捐一捐 各位可以看到 很短的時間捐到六百多台 甚至像廖玉慧老師也帶頭捐在他臉書上寫 那就引起了台積電的重視 所以我們的同仁累死了 我們辦公室每天就是一箱一箱的平板寄來 能用的不能用的都來了 我們想就先寄來再說我們來整理 然後那個黑貓宅急便的送貨員都說 你們在做生意嗎 我們在做網購的生意 其實不是 那看我們同仁非常的辛苦 很短的時間之內要把它整理好 再配送出去給各個小學的同學 那其實送去的時候 有時候聽到一些回饋讓我非常感動 就有的老師說 謝謝你們送電腦來 那我的筆電終於可以拿回來了 那鄉下的老師 知道孩子沒辦法上課 就寧可把自己的筆電借出去 也要讓孩子能夠在家裡頭好好上課 所以真的是我覺得台灣是一個充滿愛心的地方 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我想講的就是說 既然已經回不去的話 我們當然只好去面對未來 這也就是下一輪想請三位跟我們分享的 就是說如果當未來世界已經回不到原來的秩序的時候 我們當然只能樂觀去面對 那我看一下我們怎麼樂觀面對 那當然有很多的國家就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來面對 例如說像韓國因為遭遇到這個疫情衝擊非常的大 那整個執政黨的這個支持率狂跌 狂跌所以他們就必須要瘋狂的想出更新的辦法 各位想想看這個韓國數位新政的這個對策多厲害 他說各位那個技職體系的學生 原來餐飲業的學生不是要手把手教嗎 現在都沒辦法手把手教 因為老師不可能在你旁邊炒菜給你看 切菜給你看 所以要發展AR VR的設備 讓學生在家裡戴著頭盔也看到這個獅子頭怎麼做 或者鼎泰峰的這個折邊怎麼折出來的 各位可以想像多進步 就完全已經用到新的科技去改變這個學習的環境 我們再往下看 新加坡想的做法就是 如果我們的餐飲業一個一個 因為我家住台大附近 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店面 通通掛招租 就可以知道如果數位轉型做不來 你沒有辦法 例如說原來做餐飲的 沒辦法配合外送 各位大家就可以知道 他在這一波疫情之後 就徹底的離開這個市場 所以怎麼從電子支付 一直到外送的服務 都可以透過一次的數位轉型 讓所有店家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們這樣在想說 那個政府如果很明快的做到對的事情的時候 很多的行業會被拯救下來 不會消失 我們再看下一頁 或者是日本本來就是很喜歡講遠距的工作 特別日本人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說 整個高齡化社會之後 其實六七十歲以上的人口 還是很可以為這個社會服務 那如果能夠發展一個很好的平台 我能翻譯 我一樣可以接翻譯的案子 我能做設計 我能做攝影 我一樣可以在家裡做 那這些做的工作的方式 他們叫做重包 用這種平台的方式來解決 那在疫情時代 會不會這樣的方式 會讓原本有一些 不是在大公司大的平台裡頭工作的在家工作者 才有工作機會 而讓更多人有工作機會 至少我在台灣還沒有看到類似的呼籲 就是說用更好的力量去整合出更多的工作機會的做法 日本是很早就開始在做 我們再往下看 那怎麼讓更多的貧窮的孩子擁有寬頻 再往下看 美國在做的 或者是怎麼讓他們補助 讓他們能夠廉價的方式擁有電腦 這些在台灣幾乎都沒人在做 我們都是靠企業的捐助 但是政府並沒有拿出一些更好的對策 來協助大家來擁有這些事情 所以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關心教育的問題的話 應該還有很多是可以思考的 我們再往下看 對 所以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因為其實今天幫忙在錄影的夥伴 就是我們所有集會中心的夥伴 從花蓮上來 一併來這裡做直播的服務 是不是也給我們的夥伴掌聲鼓勵一下 未來各位可以看到的直播都會是我們做的 那也就是說如果是在這樣一個疫情底下的話 我們也可以說那因為疫情影響 我拿工部門的計畫來做這個資訊教 我也可以不要做 我就沒事啊 我只要寫變更計畫就好 可是我們所有的夥伴都說不行 我們要遠距教學 那為什麼要遠距教學 因為有太多值得教的東西出現了 怎麼預購口罩 怎麼去領到紓困的錢 然後甚至因為疫情的緣故 我們可以遠距醫療 怎麼幫助鄉下的老人家 可以完成看病跟拿到藥 那不是有太多可以教的事情嗎 那如果我們鄉下的老人家 沒有辦法懂得用meat 沒有辦法懂得用room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進到這個新的環境 所以我覺得我們有太多的東西可以教 那這個可以教的過程裡頭 是不是就有機會讓他們度過這一次的難關 我想這就是我們很努力的在做 所以我們所有的社會機會中心 很辛苦的去學習 甚至要能夠交會鄉下的老人家用這些設備之前 還要先到他們家去整理他們的設備 讓他們確認他們的設備是可以使用的 然後甚至有聯網的環境 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我們也會問說哪些人在什麼時候 會需要上什麼課 其實最好玩的 我們調查以後 家長在第二名 為什麼 因為家長回家突然很丟臉 因為小朋友都會線上上課 然後他們都不會 被問到的時候覺得很沒有面子 所以我們就要趕快教家長說 其實這個線上的各種的 遠距的設備是怎麼運用 讓他們能夠應付過去 遠距醫療的老人家 所以會有哪些設備 新興的設備引發出來 那我們當然要謝謝簡老師 之前支持我們用艾比德實物投影機 那其實在疫情期間的很多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也許來不及AR VR 讓大家看到手部細部的動作 那現在其實透過這個實物投影機的教學 我們就有辦法可以 讓手作的教學 一樣在數位的時代可以被看到 所以去清理這些該做的事情是什麼 包含實聯制 就是要社交距離APP 遠距的診療 快易通 怎麼去確認快篩 我們在那個部落裡頭 在南澳 一個部落他突然很擔心 因為有疑似確診的居民 於是他們就要趕快去學會 去確認他們自己的快篩的狀況 透過手機來去認識 這對我們來講都是可以即時的來協助大家 再往下看 我們在這個不斷的過程裡頭 其實就是慢慢的各位可以看到 新的議題不斷的產生 我們就有不斷的課程可以開 再往下看 也可以讓小農開始有更好的可能性 以前我們協助他們 可能透過一些電商的平台 或是協助他們擺攤 現在擺攤完全沒有機會 幫忙整理蔬菜箱 幫忙能夠發很多的E-mail 或是在社群平台上 讓他們的蔬菜可以賣得出去 那加強直播 還好我們三年前開始 就在臉書上面 帶動的社區做直播 所以每次直播 可能可以帶動兩到三萬的收益 讓這個小商家可以得到幫助 而他們也就會學會了 怎麼樣能夠自己站起來 那這也就是說 當他們在沒有那麼大的 這個機會的狀況底下 還是能夠透過社群平台來突破 讓他們能夠得到更多的機會 好 我們再往下看 我想我就大概把我們所做的一些努力 在這邊簡單的跟各位做一下報告 那我們就也再請三位來分享一下 就是面對了這樣子的困難的狀況 到底還有哪些創新的可能 跟未來的想像出現 那根據我們剛剛在密室協商的結果 這一輪要從馮毅剛先生開始 對 好 我們掌聲歡迎阿甘老師 2019年 跨入2020年的時候呢 我受到新加坡的邀請 帶著相聲馬車全部到新加坡去演出 春節期間 回到台灣來的時候 整個狀況就不對了 而且呢我回到台灣來之後 買不到任何一個口罩 還好我在 因為我新加坡的過程中 我經過了一下泰國 我在泰國買了20個口罩 還好 我用泰國的20個口罩撐了一陣子 2020年開始 我們受到這個疫情衝擊的這個表演場次 跟大家簡單說一下 明明台積電 台積電 對不對 我們最近超重要的 它什麼東西都有參與的 2020年原本是我們寶島一村 這個戲跟中國大陸的演出商的合約 到齊的那一年 所以他們特別安排在2020年的夏天 幾乎我們有三個月的時間 要在中國大陸去演 二三十場的寶島一村 就可能要有Happy Ending的那個意思 達然而止 原本呢因為有這麼一個計劃 所以台積電呢就說 那好 你們在台灣的所有場次 由台積電包場 台積電來安排我們在各地的演出 然後表演工作方呢 就在台積電所安排的場次 另加售票場次 好讓願意買票的人也可以進來 所以在這個 我們聽說台積電跟郭董 跟慈濟買了那麼多 BNT疫苗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幻想了 我們寶島一村的群組的 我們這些演員們 就開始幻想 哇 如果到時候 BNT到了 而我們又能演出 哇 會不會有一個可能性 演員從後台進入建築物的時候呢 是打好BNT再進去的 那進場的觀眾 是不是也打好BNT 才坐在觀眾席的 哇 做這個春秋大夢 到現在我也沒看到BNT長什麼樣 而且我打了AZ 不准我打BNT 選都不讓我選是呢 就那天呢 我在中部 參加一個公關的活動的時候 坐在劇場觀眾席 我後面的兩個年輕人 也是從事劇場工作 表演藝術工作 聽他在聊 哎 好慘 哎呀 我們今年 所有的場次都取消了 怎麼怎麼怎麼 我想說 哇 所有的場次都取消 向上馬車也是啊 所有的場次都取消了 我就回頭問他 我說你說所有的場次 是多少場 嗯 三場 哦 三場 不是太多 可是我們是樂團 我們有七十個人 七十位音樂家 擺到台上去 三場演出 那影響的就是七十個家庭 我說哦 我說我們的損失就跟你差不多了 我們相聲瓦瑟三個人 我們損失了七十場 相對而言大概 平均起來大概差不多 來 我們看下一張 相聲瓦瑟在損失什麼呢 我們本來在單一年份當中 是要推出兩個劇作 每一部劇作呢 演出三十六場四十場左右 觀眾人次每一年 大約達到三萬人次 我們再加上各種邀約演出 每一年的演出量 大概是一百場 相聲瓦瑟 不講各位也許不知道 你們藝文團體 不都有政府補助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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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聲瓦瑟是一個政治不正確劇團 在當今的這個時空條件底下 是發揚中華文化的 我們拿不到政府補助 而且拿不到政府已經二十年了 超過二十年了 我們沒有企業贊助 我們完完全全靠票房 我們必須要演出 必須要票房 沒花作我們沒有辦法的 我們是1988年創辦 我們有很好的特色 我們有劇種代表性 我們有普世知名度 我們是專業的表演藝術團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下一個 哦 我懂了 下一張 各位看我們的節目應該會同意 我們的節目內容裡面 攸關於文學 語言 歷史 哲學 文化 都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是非常有份量的 我們所講的任何故事 都涵蓋這些東西的概念在裡面 我們很少很少時事梗 很少很少政治梗 很少 我跟你保證很少 但是因為台灣人呢 是泛政治化的一個社會 你只要 因為我們又發行錄影的光碟 你有那麼一句是跟政治有關的 他們就無限放大 然後給你無限的去傳 你看 哦 他們諷刺政府 哇 他們怎麼很酸等等 就說我們很 很善於搞這個 把我惹火了 我有一點被惹到了 所以 嗯 好 好 就是這個 就是剛剛被推薦各位要欣賞的 三集搜梗 三集搜梗 一共有十一集 完全在三集警戒期間 錄製並且播出 在相聲瓦社的FB播出 這個你看到的是最後一集 本來我預計的最後一集 沒有想到我播出這一集之後呢 有幾位民意代表 他們發起那個代用餐 這幾位民意代表都是藍軍 所以就由國民黨 中央黨部來跟我聯絡了 希望我們為這個呼應 這個這個這個代用餐做一集 好 我們做一集 沒想到呢 在為代用餐做的這一集的時候 朱學恒又惹了個皮漏 下民意虐上天難欺 朱學恒又約我去上他的直播節目 所以我又呼應朱學恒寫了一篇 那是後話 都在三集警戒期間 請看我們這個三集警戒 我們自己所做的三集搜梗 很三集 我們兩個人的搜梗 搜梗就不是什麼好主意 講酸話 各位請看 本來以為三集警戒要結束 沒想到又延長了 暫時還沒法放鬆 有許多的民眾 已經在規劃解封之後的活動 對 搶先訂房 熱門景點的旅館 民宿訂房率超高 這被稱為 報復性出遊 悶壞了 可想而知啊 這解封之後 大家會上街買東西 店家也會相對給很好的折扣 報復性購物 結果買下一堆平常用不到的東西 想必還會有報復性用餐 那是當然 高級餐廳一定客滿 大家平常不去 報復性的吃 這到底是在報復誰啊 很難說 我看都報復了自己 有可能 所謂報復性 那一定要一反常態 是跟平常反的幹 拿我來說 我平常不在外頭喝酒 它其實酒量不錯 解封之後 我就打算報復性喝酒 哈哈 專門去那些我從來沒去過的陌生酒吧 喝完一家換一家 整晚不回家 其實跟我平常日子差不多 順便幫我左右兩邊 不認識的酒友買單 我可不可以坐在其中一邊 平常我不請你 報復性的時候必須請你 一反常態 白天我報復性吃飯 專吃高級餐廳 不 我要贖罪 專門要去那些小店摊飯 多點多吃 給少費 順便幫左右隔壁桌買單 你順便也報復性買單 還報復性請客 朋友 同事 同事的朋友 朋友的同事都來 我可不可以 平常我不請你 報復性的時候必須請你 一反常態 防疫期間 我非常注意身體健康 就怕被驗出陽性 進而確診 那就完了 稍微有一點鼻子癢癢 喉嚨癢癢 耳朵癢癢 就緊張得不得了 任何風吹草動都緊張 解封之後不怕了 因為生活一反常態 結果報復性生病 不用吧 報復性住院 同時報復性吃藥 解封之後反而住院 真是何苦呢 防疫期間因為憂心 都睡不好 住院之後 到能夠報復性睡覺 這倒不錯 然後報復性康復 這個太神奇了吧 回到工作崗位 我要進行報復性表演 那是 亂演 不負責任 我要演得跟電視偶像劇一樣 不用這麼反常吧 最後 你應該不會是要 報復性相聲 學長 我待會兒有事我可不可以先離開 怕什麼 我負全責 你仔細看劇本照著念 好 來 啊 請讚嘆 您盡大 千秋萬事 直到永遠 有一點年紀之後 比較能夠體會 罵人不帶髒字啊 那 剛剛其實兩度被提起來 我們做創作的人 確實的能夠在自省的過程當中 做一些新的準備 兩次被迫停演呢 其實我為相聲瓦舍 準備好未來的五套表演內容 其中有三套已經完全被寫出來了 其一是相聲百人一首 因為相聲百人一首 而衍生出來的一個舞台劇叫三十三 我們正在演出 其二呢 是我們明年2022年 是虎年 我們要演出的一套節目叫做 畫虎蘭 不是尾 不是尾喉蘭 畫一隻藍色的老虎 還有一個呢 叫鱷魚不見了 是從這個韓裕的 忌厄漁文做構想 對古典文學的一個致敬 第四個跟第五個我正在寫 還沒有寫出來 一個是從 奸臣的角度 看中國歷史的推進 我們認為可以從奸臣 是來推進歷史的 另外一個呢 關於最精彩的一個題目 關於狐狸精 差不多在2025年以前 其實我為相聲瓦舍準備好了 你只要不要再三級警戒 只要不要再梅花座 相聲瓦舍就能夠走下去 所以呢我們是要反反覆覆的 在原本好像損失的七十場演出 在那個收入上面打賺嗎 我們凍結在三級警戒的過程當中 我們坐在那裡抱著自己的膝蓋 發抖嗎 還是我們要痛悔 哎呀我們少了那些收入 想辦法呢 接下來我們要追回 我們那些覺得自己應有的收入呢 我們去尋求補助嗎 都不用 就相聲瓦舍是怎麼撐過來的 跟我剛剛前面講的東西很有關 相聲瓦舍沒有接受政府補助 我把話說穿 為什麼 為什麼有差別 表演藝術團體 你只要接受政府補助 就會有評議委員到你們家來查你的賬 每年度來查你的賬 你的賬必須是花完的 你的錢要花完 你的錢是付數 你不可以存錢 你也不可以有利潤 因為你錢不夠才要補助啊 這不是邏輯嗎 所以呢 你不向政府領補助的時候呢 你可以存錢 你可以有利潤 你可以明確的跟大家說 相聲瓦舍員工旅遊 這一次去義大利 這一次去日本 就是去近的地方 可以去的時間長一點 我們還去過舊金山 去遠的地方去的時間短一點 我們敢公開來的講 我們花自己賺來的錢 錢是我們自己賺來的 所以所以所以 三級警戒發生的時候 相聲瓦舍我們人不多 十來個人 我們可以發兩個月的薪水 通通不用來上班 因為我們知道家用一定會比較奇特 有需求 所以我們在五月份的時候 一次發給每位同事兩個月的薪水 請他們通通不用來上班 不但沒有減薪 不但沒有無薪假 發兩個月薪水好好待在家裡面 注意健康 注意安全 然後全面的恢復 快樂的恢復上班 我們關鍵就在於 沒有補助上面 我們下一張 對 還是這句話 你看 天地增不能以一順 就天地這種我們覺得長遠的東西 其實在整個大的時空結構來看 它還是一順之間 所以我們如果執著在小之又小的那個金錢上面 我們就很容易被政府控制 我們不想被政府控制 尤其我們寫出來那麼多政治不正確的東西 我不想有一天政府來跟你講 你們寫點讚揚政府的嘛 寫一點關於五倍券的好處嘛 我一點都不想 我不罵他就不錯了 好的 第二段我向各位先報告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發現那個阿剛老師 今天都有準備很好的那個講稿來 因為我們在跟阿剛老師聯絡的時候 他說他有一個罩門 就是如果是演出的話 他完全不擔心 可是如果是後面有一個錄影機的時候 他就會很緊張這樣子 所以他真的是為了這一個座談 非常非常充分的準備 然後因為呼應剛剛阿剛老師說 相聲瓦瑟一直重視傳統的文化 那我們也要謝謝簡老師 其實最近正在支持我們 在五十週年的過程裡頭 除了像類似的講座之外 未來其實還有很多的轉變 其中一個轉變就是 會辦一個系列給中學生的文學課 是在線上播出的 叫國文起手室 阿剛老師也答應幫我們國文起手室 來錄關於戲劇教學的部分 其他老師都乖乖的 就是面對一個鏡頭來講 講網路課程 阿剛老師說他要現場有觀眾 跟他互動才行 所以請密切注意這個秘密的好機會 大家會有機會聽到現場講的阿剛老師的戲劇課 要講清楚他是對中學生講的還是說 開放給別人 內容是對中學生講 可是我們可能現場可以 看看大家都有機會一下 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就是按照 我們剛剛這個密謀的順序 在請方正指引長來跟我們談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當未來世界已經回不去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樂觀面對更有創意的想像 謝謝我們掌聲歡迎 這個因為我們有領政府補助 所以我必須要讚揚一下有關政府的相關政策 這個我來講一個五倍見數位綁定的故事 我好像快要去相聲華社當學生了 這個去年啊這個三倍券嘛 就大家領紙本 那我就很乖的就去超商 弄一弄就領了 領到以後呢一進了家門 我太太就問說 你的三倍券呢 我說在我的公事包裡 你就拿出來啦 結果呢我就完全不曉得政府 到底給我們什麼樣紓困的愉悅的這種感覺 到今年呢我就格外的謹慎 今年呢這個一開始準備要登記的時候 我太太就問了 你五倍券去登記了沒有 什麼時候拿 那我就想我們做人雖然說五千塊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但是我們必須要抵抗 不能說每次都是這樣 所以呢我反應蠻快 我太一講呢 他說你五倍券呢 我說那你咧 他說我還是領紙本比較方便 我說我呢數位綁定 因為政府在鼓勵 然後呢我想要體驗一下數位綁定的感覺到底是什麼 那其實啊我是跟他開玩笑的 我到現在還沒綁 那只有錄影啊我想他應該不會看 所以沒關係 所以政府呢這個洋洋得意的數位綁定 還是有加會到一些像我這種啊 就是說小鼻子小眼睛的啊 的這個先生 那這個疫情啊 這個當然現在已經回不到 某一個層面上回不到過去啊 那但是在這個疫情的生活改變當中啊 我覺得有一些我自己的生活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跟士平都是很喜歡運動的人 那幾乎每一天啊有的動都要動 那我比較長的時間呢待在礁溪 在礁溪老爺酒店 那附近有很多步道可以走路啊 這個抹茶山啊這個跑馬古道啊 林美步道啊什麼到處都是 但是三級警戒以後呢一條都不能走 因為政府全部都管制 而且真的會叫警察來的 如果你真的跑上去的話 不能走難過的不得了 那怎麼辦呢 這個我們就有兩三個同事啊 就說我知道有些地方我們可以去看一看 我就跟著他們去 一去以後啊發現啊 人啊被逼到絕境啊 還是有出路 你知道嗎我們去走什麼路呢 這個大家啊如果到郊區啊 都會看到很多高山電塔 我們同事啊這個三個人啊 居然帶我去走台電保線道 就是要去巡啊那個高山電塔 我們就要走很小條的路 大概就是這個木板差不多三個的這個路 就是你沿著這個山底下走上去呢 會走到那個電塔 然後走電塔以後呢 就幫台電巡電塔 台電那個第68號 第69號70號就一路巡 我應該忘記跟台電領個車馬費 達到運動效果 都沒人 從來不會走過 從來不會走過 所以啊台灣啊 真的是非常啊這個資源豐富啊 然後美麗的地方非常多 在啊這個這個電塔底下啊 野餐啊更是詩情畫意 這只是這個 並不太危險啊 並不太危險啊 但是也並不鼓勵 那在疫情期間呢 很多生活啊是改變了 但是看你怎麼樣去想 像我自己呢每一天啊 固定在十點半 如果不開會啊 的時間呢 我在十點半到十一點十五呢 我固定會讀四十五分鐘的書 那因為呢這個疫情啊 反正也沒什麼客人需要忙嘛 那視訊就是一天開個兩次 就其他時間都都閒下來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選擇剩下的時間呢 都一直唉聲嘆氣 那我就選擇呢 原來看書的時間呢 就四十五分鐘 增長為九十分鐘 那你的生活就因為疫情 變得更美麗啊 每天就早上先讀一個半小時 晚上再讀一小時 所以啊讀書讀的特別快 讀的特別快 生活裡面還有很多 類似的轉變 比如說我想很多人都是一樣 就在家吃飯的時間變得非常多 變得非常多 那我呢我自己的工作時間啊 我自己決定自己控制 就沒有人規定我什麼時候上班 所以呢每個禮拜 我就會在家裡面準備吃的 就是花一整天先去買 在家裡面弄 弄了以後呢 這個啊是順便提喔 我們詩平兄的手藝非常好 這個這個 除了這個文章寫得好以外 也是很會做菜 我跟他比是糖糊齊厚 那但是就在家裡面做一點 做一點呢也覺得很溫馨 那現在雖然說可以出去吃了 我覺得這個疫情期間 帶給你某一些生活的轉變 你不要把它變掉 因為那個是環境強大的力量影響 讓你做一些平常你不做的事 比如說剛講讀書讀得常 在家裡面吃飯的時間多 走平常不走的路 這個都是啊 疫情帶給你的改變 但是呢變回來以後 就算一集有些東西變了以後 就不要再改回來 比如說每個禮拜要在家吃一次飯 然後每一個禮拜讀書的時間要增加 做家事的時間要增加 那這些呢 迫使你帶來的改變 其實不應該變回去的 這個我覺得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 而這個改變呢 事實上會帶來新的 會帶來新的生活 也帶來新的這個機會 因為剛才其實 許老師有提到一些疫情的轉變 還有有關數位的這個影響 在我們這個行業啊 其實也是一個巨大的未來 大家如果最近有去麥當勞 摩斯 摩斯比麥當勞還早 全部喔 數位點餐 那你如果到了這個美國 他們現在已經到了 就是說連叫都沒有 就東西就會自動跑出來 你就對你的那個單子 拿走你的東西 那這種數位的轉變呢 其實很可怕 因為在最近的報導 美國現在這些連鎖這個素食 已經都在招14歲到16歲的小朋友 去廚房打工 就是因為他們的工資更低一點 所以它數位化 再加上呢 它要降低它的成本 會使很多人失去工作機會 看起來因為疫情轉向數位 但是轉向數位以後 在我們服務行業裡面 有很多人他會失去工作 那我們昨天也還在開會 在討論 因為疫情的關係喔 只要疫情一解封 我們訂房的電話就爆炸 只要疫情呢 一拉高 電話也爆炸 為什麼 一邊是訂房 一邊是取消 所以我們一直在爆炸當中 那昨天就開會決定 我們以後打電話 你除了就是在我們官網訂房以外 打電話到飯店 聽到我們的客服的人 幫你安排訂房 這個是你最後一次 會跟人講話的機會 因為我們之後的訂房確認 收收到訂金 訂金確認 確認你的最後訂房和取消 全部都在數位上面 都是用Email或發簡訊 就是沒有人的這一塊 因為太耗費人力做這些事情 而且對我們來講 那個是沒有生產力的 就是訂取消 訂取消確認 那這個東西呢 再這樣下去 一步一步的 往數位化發展 那事實上 對我們來講 那人的服務它降低了 那人的服務降低以後 我必須再去想新的方向來安排人 因為你如果不想新的方向 以為往數位化的話 那事實上是你的同事會越來越少 而對服務業有興趣的人 可以從事到這個行業的比例 也會越來越少 那這個到底怎麼辦 這也是我們在這一段期間 總結到現在在想 可能就是說 這一些呢 不能從事客服的人 我們就送到相聲瓦瑟去 訓練會講相聲 客人一進來呢 這個check-in的時候呢 不問說你有沒有訂房 梗就鋪起來 相聲就來上一段 這個住宿的附加價值 和體驗就不一樣了 這個東西的轉換就是說 你要去想 因為你一昧的只是數位化 人會被取代掉 再加上現在的人工智慧 昨天我在台中 這個Android的Google Map 和Apple Google Map 兩個人在車上吵架 因為指路不一樣 我昨天在台中科學園區裡面 大迷路 因為兩支手機意見不合 所以這個在數位下去 我覺得還是 我覺得有一些其他的空間 那我帶這一段分享 先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 所以看起來這個已經回不去的時候 那個方正執事長提醒我們 還是要珍惜這段時間發展出來的一些 不管是人文方面的 或家庭生活方面的 那士兵老師當然這段時間 特別幸福洋溢 每天看你的臉書都覺得很溫暖 是不是士兵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其實在疫情當中 也的確有很沉重的部分 因為我自己服務的工作還是媒體 媒體是最能感受到 這個經濟受到衝擊的尾端 下游 因為前面的廠商 停止他的廣告的開銷 那我們的業務就沒辦法做 業務沒辦法做 當然整個的這個經營成本 就變得非常的緊張 所以我們其實是衝擊的很嚴重 我們也採取了一些措施 做沒有裁員 但是也做了一些截留 分流上班 然後休假 鼓勵員工做一定程度的休假 來調整 所以其實也是很辛苦的 這種辛苦就很像那個 Steven King有一部小說 曾經說過的 就是說 他的恐怖是你不知道鏡頭 他曾經有一部小說 但是那個改變成電影以後 沒有那麼 他以前的那麼多 那麼暢銷 但他的電影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說 因為他之所以不暢銷 就是因為 你沒辦法感受到那個具體的恐怖 是一個具體化的東西 他一直運用一些抽象的方式 煙霧 人的驚恐 還有別人的驚聲尖叫 來傳達那種恐懼 可是這個小說是非常有文學性的 就是說 他隱喻是非常文學性的 就像我們的處境一樣 你如果知道隧道的盡頭 就像剛剛方正講的 或是像易剛所講的 你其實是好處理的 如果有人告訴你說 就是八年抗戰 你就知道這八年要怎麼處理 但是我們的八年抗戰 並不是事前知道的 是打打打 打到那個第八年的時候 才知道說原來有一個決定性的結果出來 戰爭才結束 所以人最可怕的 其實我覺得疫情是給了一個很大的體會 很衝擊 就是讓所有的企業 管理學上都說叫做黑天鵝 Black Swine 可是問題就是說 人也是很賤的一種動物 你說黑天鵝 這時候你就會有感覺 等到它風平浪靜快快樂樂的時候 講黑天鵝 大家都覺得 嗯嗯 所以如果要問大一時代 真的對我們工作的人的衝擊 或者是人生的衝擊的話 我覺得它真的可能是提醒了我們 就像剛才易剛引用的 這個舒適的文句一樣 在變跟不變之間 其實你應該知道它本來就是在變的 只是疫情讓我們特別特別知道說 哇賽 還真的會變耶 真的這衝擊是很大 我相信方正一定體會到了對不對 各位要想想 現在還是因為我們國內疫情降溫了 然後飯店才稍微又稍微 可以感受到那個客人回來 可是要做奧棒出國的旅遊 還是很慘耶 它還是還在那邊奧奧帶 甚至有些旅行社就根本就已經垮了 它就已經整個就垮了 所以並不是我們感受到說 好像疫情在降溫 然後有些行業到現在為止還是沒有辦法 所以你說對旅行業者來說 它怎麼辦 它在二十年前 十幾年前 三十年前 投入到這個領域的時候 它怎麼會知道 2019年會有這麼一個COVID-19呢 所以我想我要講的重點是說 對於企業界來講 對於我們來說 這可怕真的大意的這個期間 我們真的要體會到的一點就是 人生的不可測的那個變 其實是疫情提醒了我們 它一直在變的 好 那就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答應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變的過程裡面 像虛文偉老師剛剛所努力做的 這個工作一樣提醒了我們 如果你的衝擊是還可以承受得住的話 並沒有馬上把你打垮的話 那有沒有想到說 對那些更需要幫助的人 你可以幫助他 那這裡面包括很多嘛 就是說你可以在你自己的有限的所得裡面 一定的比率分出去 或者你的東西有沒有一些 你覺得真的是可以幫助一些其他的人 對你來說可以稍微是多餘的 這些都可以做 我想我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在我的廣播節目裡面 我幾乎每天 尤其在前一陣最密集 我每天都會訪問一個公司 航號或者是一個團體 就是在疫情當中 他們受到什麼樣的衝擊 那外界可以知道 他們大概遭遇到什麼狀況 可不可以幫助他們 我們幾乎每天都會做一個 或者有時候是五點做一個 六點做一個 時間也不長 那有些其實經過我們這樣子 做訪談之後 他們還真是有一些幫助 因為有些人就會 就跟虛文偉老師剛剛講的一樣 其實台灣這個社會 有很多人是願意幫助別人的 但是他不知道 他應該在什麼情況下 什麼時候他出手比較好 可是你一定有一個機會 讓他聽到了以後 他那個點就過去了 他就會在那一段時間 有一筆錢他可以過去 所以這個是我想 我們要更加體會的 特別是我想各位已經感覺到 我們在講疫苗這件事 我們當然我們的疫苗政策 是很有問題的 很多公衛專家都有很多的批評 就是他的順序的安排 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沒有一些類別是很有問題的 有特權在這裡面衝刺的 甚至包括最近我們看到 疫苗的供給有點困難的時候 BMT的疫苗 到底要不要讓年輕人小孩先打 還是應該回過頭來 讓年紀大的人先打 很多公衛專家的意見 其實還是跟政府的政策 不一定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也看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你在國際上也看到了 富有的國家 富裕的國家是說 我們第三季都在買了 可是貧窮的非洲 他到現在為止還是各位說 第一季的斯大略還是各位說 所以這個不公平其實是很明顯的 非常明顯的不公平 有些部分也許大家會覺得說 我們也是小人物 對不對 我們只管我們的飯店 管我們的劇團 管我們這個家 可是在觀念上或在意識上 稍微留意一下 了解一下 他對我們的認識自己 也不見得沒有幫助 像我有時候常會 車上走一走 我女兒聽到某個心目 我就跟他講一下 你聽一下 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像你這麼幸運 就像大肯小傳的作者 在開宗迷的第一句話就是說 他父親在他小的時候 常常跟他講 以後等到你要去批評別人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住 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這麼幸運 那這句話其實是 整個小說一個非常重要的主軸 那也是我們人生 其實平常都會這樣講 可是在疫情的時候 大意的這個時候 你可能才真正體會到說 真是這樣 有些人不像各位或不像我們 雖然受到衝擊 但是你還可以來聽演講 你還可以把你的生活維持 只是受到衝擊 但你還可以維持一個 大概還可以運作 有些孩子有些家 他真的不行 他真的是不行 所以我想這樣一講的話 也許我們心裡面就會 懂得一點疫情中對我們的感受 跟對人生的體會 那我後面這一段 我再補充一段 就是繼續前面那一段 我自己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 就是說中場這件事情 因為就像黑天鵝的效應一樣 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來 那有沒有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更加會在大意的 這個時代的衝擊裡面 我們一方面想辦法 穩住我們自己的公司 穩住我們的團體 穩住我們的劇團 穩住我們的這個教學工作 讓他不要受到很大的衝擊 然後能夠撐過這些 還不知道隧道在哪裡 那個隧道的出口在哪裡這一段 可是回過頭來 我們也要不要重新來想一想 生命中到底什麼東西 才是最珍貴的 我有一段時間 常在我們家那邊 經過一家Hotel 它很有名 因為很多名人在那裡摘過 在那裡摘過 對 在那裡摘過 摘在那個飯店 那個Hotel前面 當然不是沒有台北市這個有名 當然它也蠻有名的 我有一段經過的時候 我突然間就問自己一個問題說 現在還有人敢去嗎 因為你曉得 現在Hotel也要做實名字 對不對 以前是說你進去 他大概做一個大概了解就好 你帶的人是不用的 可是現在它不行 現在是所有的那個店 都是必須要進去的那個人 每個人都要實名字 這樣不就知道誰跟誰 對不對 尤其是你手機上還有這個 不知道什麼時候 萬一出什麼問題的時候 一掃出來就會 你怎麼去了那裡 老公你怎麼去哪 老婆你怎麼去哪 對不對 我那時候就很強烈的感受說 這個會不會也讓我們 這個社會出現兩極化 一種就是什麼呢 好刺激喔 對不對 充滿了冒險式的這種刺激 另外一種是 清教徒式的那種 自我的克制 那這個對於我們的人生 或對於生命的體會 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呢 我自己是寫作的人 我就很好奇 有沒有可能在這裡面 發展出一些什麼故事 比方說我們在講這個萬華的 老人茶室的時候 當然很多酸民網路上 就不斷的嘲諷不斷的那個 可是我在那個事情上 我其實看到一個 蠻悲哀的事情 一個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政府 不敢對於情欲這件事情 做出決斷來 但是他又知道 這是沒有辦法擋得住的 所以他採取了什麼方法 就是我們千古以來 這個從帝國時代 傳統時代到我們現在 台灣這樣的社會 大家都在做的事情 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對不對 可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對於政治來說 對於社會來說 就會出現道德上的兩極化 有人就是酸民嘛 就一直嘲諷 可是如果我們做一點文學工作的人 就會知道這裡面有很多的 其實很模糊 但是卻很人性的空間 所以我在我的臉書上 寫過一篇文章說 我就想到我年輕的時候 讀過寒衣的日本作家 柳梅里寫過一本書叫做 《女學生之友》 很好看 他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作品 可是他碰到一個 日本當時處理的一個問題 就是年輕女孩的應援 應召 去賺外塊 跟退休族群的百無聊賴 最後一個老先生 就去找了一個十七歲的女學生 兩個人見了面之後 在旅館裡面嚇一跳 一個覺得 你怎麼那麼年輕 跑出來做這個 一個會覺得說 你不是老爺爺了嗎 你不是老爺爺就應該要 每天早上起來打太極拳這樣 對不對 在公園散步 對不對 所以他其實是碰到一個問題 就告訴我們說 一個是老 老的這個問題 難道就真的 每天要去學校接孫子 接孫女 然後牽著小孩 然後跟著老太太 跟著老先生在那邊 打太極拳 就不能像我們的檢老師一樣 還可以喝高粱 喝威士忌 然後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對於生命的體驗是什麼 其實在疫情當中 它其實又迫使我們 再回頭來看 人的很多虛偽的那個部分 因為那以前是虛偽 結果它沒出事嘛 所以大家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你也不能管到它 對不對 可是你沒有管的同時 其實就錯失了它很多被黑道 或者是被地方的 或者警察那種很奇怪的那種 各種的溢出它的權力的範圍之外的 那個地方在做勒索或者 你都不知道 可是因為疫情一來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有這樣的地方 其實早就在那裡了 所以我覺得對我們做文字工作人 來講 它也許在疫情當中 我們除了自保之外 除了努力的去關心一些 可能比我們更糟糕的人之外 它另外還有一個 很可能是讓我們做文字工作的人 可以努力的去發掘一些 存在這個社會 其實還是需要去面對它的那些死角 這個可能是文字工作者 我至少在疫情當中 我其實有很深刻的感觸 天地不仁 以萬物為除狗 聖人不仁 以百姓為除狗 其實這兩句話到現在為止 聽起來還是很有道理的 只是說我們努力的不做那個除狗 但是我們還是要關心那些 它總是被迫成為除狗的那群族群或那群人 他們是值得我們去關心的 謝謝 謝謝士平老師 我想我們本來就是有設計三輪的提問 第三輪可能要簡短一點 我們想問的是說有沒有在疫情的影響底下 我們會發現社會上面一些新型態的弱勢已經成形了 那我們怎麼期許自己跟社會能夠多做一些什麼 我想就是一個新的公益或新的包容的社會 值得我們更努力 其實在柯特的這本書裡頭 它提出了一個關於包容的新的概念 對我來講其實我讀的時候還蠻衝擊的 因為我應該是在十年前開始 幫政府做數位機會的白皮書的時候 我們當時一直在強調數位包容這個概念 意思指的就是說 不是城鄉之間的落差而已 其實要考慮到不同階層的人的弱勢處境的狀況 可是柯特他講的更是剛剛施萍提到這種黑天鵝 這種各種極端的衝突在我們身邊的時候 所以包容跟永續這件事情 就成為一個新的 不管是商業界或我覺得是非營利組織 都必須要重新去思索的一個問題 怎麼去妥善的重新分配這些價值 才有可能達到一個更好的社會 但他在這本書裡頭也其實一直提到了 各種更大的數位落差的可能 也讓我看得其實也是很膽戰心驚 因為我們會發現像人工智慧 大數據 機器人 剛剛方正執行長再三強調的 這些新的技術不斷引進的時候 勞力其實就被釋放出來 那人到底該怎麼辦 這也就是一個未來社會 我覺得很快就要去面對的 比較大的問題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頁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 其實就是疫情所造成的 這種社會上面 對於醫療資源分配的問題 那蘇珊桑塔格其實他就有一個隱喻 他認為說其實健康的人跟不健康的人 縱使在同一個國家裡頭 其實是處於在不同的疆界的兩邊的 所以他又做了一個隱喻說 是叫健康之國 另外一邊就叫做疾病之國 那台灣事實上 本來就有一個關於健康的疆界 一刀劃下來就是兩邊的 剛剛視頻一開頭就講到這個 平均壽命不斷的延長 那其實我每年也在看這個數字 看到全國的平均壽命不斷延長的時候 我會特別看一下 我以前服務的花蓮地區的人們的 平均壽命跟天龍國有什麼差別 大概都會平均差到五到七歲 各位不是常常講嗎 什麼花蓮好山好水好生活 那事實上這個好山好水好生活的人 平均壽命是比台北要少五到七年的 為什麼 是因為醫療資源的 就同樣繳同樣的健保費 可是那個醫療資源的差異是百分之一不到的 那我其實經歷過非常多 我們社區老人家很痛心的故事 那如果拿部會跟 就是那個部落跟這個都會 是可以少十二歲到十五歲的 所以我們經常在講說 這個部落裡的人領老人的補助 要比我們早十年 我們六十五歲可以領這個 這個老人進老的資源 可是可能在部落裡頭要提早領 不然就領不到了 那這樣子的話 這些數位科技或遠距醫療的落實 有可能是用翻轉的方式嗎 同樣的我們現在在講5G醫療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聽到 其實各位真的要 永遠保持著這樣的心態 去面對這些新科技的到來 我們在講5G5G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思考過 我問過NCC 那你們5G的佈置會從什麼地方開始 他說都會 那我說那你為福福美 那講5G可以遠距醫療 那不就是只有都會的人可以享受得到 可是真正需要的是同樣 繳一樣的健保費 可是得到的是1%醫療資源的這群人 不是真的才是那個遠距醫療最需要的人嗎 各位可以知道這個社會的不平等 只會更惡化不會更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們面臨的處境 可是你會發現這個社會上 很少人去關注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永遠只在講進步 我們永遠在講有新的科技的到來 我們如何可以變得更好 其實變好的都是天龍國的人 所以往下看 所以那地方到底還有沒有機會 我其實是那天剛好月陽 因為也是因為用meet的關係 我可以訪問到一些不一樣的人 我訪問到蔡毅萍她在日本千葉做地方設計的研究 那她跟我講她就是說 你會發現未來好像是充滿了機會 可是其實我們看疫情趨勢的書都告訴我們 未來其實機會越來越被這種長有數位平台的人所掌控 那大者恆大 然後小的地方的特色就會慢慢的消失 在這個全球化的狀況底下 所以我們其實這幾年在花蓮跟宜蘭做地方工作的時候 也很努力跟像跟漢品我們也很努力在合作說 把地方的特色融入這個飯店的經營當中 希望的就是說不要因為全球化以後 這些地方的特色地方的設計消失了 然後讓大家無從體會 那到底有沒有機會 那這位在日本的研究者告訴我們說 他覺得日本每一代的衝擊 就是這個 不管是金融海嘯或是浮島的核災大地震之後 都有一群人因為經濟上受到挫折之後 他們回到地方 而把他們原來更美好的設計力帶回地方 使得這個地方 不管觀光或小的這種產業 得到了滋養跟幫助 如果這個是可能的話 那我們能用社群平台來協助大家做點什麼嗎 所以我當然期望是各位和我一樣 在這樣子一個疫情之後 可以開始思考一些不一樣的翻轉 也就是說是不是注意到我們生活的周邊 開始有更多需要我們幫助的人 然後其實這些幫助是我們覺得我們就會的 可是他們不會的 那這個概念的轉變我覺得是 我其實是想一直想辦這個活動來告訴大家 就是說我們能不能幫助我們周邊的人 提升他數位應用的資訊能力 就在都市當中很多銀髮族 是沒有這樣的能力的 像韓國就會教這個老人家去點餐 因為剛剛方正講的這個 就是你看現在連點餐都要靠平板 所以很多韓國的老人家沒飯吃了 因為上街在日本 韓國不會用平板 他就沒有辦法點餐 這種存在的感受怎麼樣的改變 我覺得可能都會是 我們必須要重新思考的一個問題 好 那我想我就先點題到這邊 是不是就請三位就是很快的 來跟我們再分享一下 就是您覺得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大的轉變當中 我們到底還可以多做些什麼 對這個整體的社會 對 是方正先說 對 好 那我們請方正 來 謝謝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我想剛才主持人提到的這個 在華聯台東 或是在原住民部落的問題 還有視頻提的這個在萬華區 其實充分 在這兩個主題裡面 充分顯示出就是說 很多東西必須我們去好好想一想 因為我上一期的商周 我才帶他們去東山水市場 去逛菜場 因為我小時候很長的時間在那邊成長 所以廣州街啊 吳州街啊 然後華西街 這個龍山市附近 我是非常熟 那所以我在疫情可以的期間 其實我每個月都會去那個地方 我常常去 我有時候跟我太 看到我就跟他講 我說 就是真的有很多是非常弱勢的 就是沒有辦法他要在那個街頭 要在那個地區 要生存的人 那以現在的這樣的疫情 對他們來講是完全他是沒有抵抗能力 而且在疫情 還在蔓延的期間 事實上就有人在掙扎求生 那我經過那附近 那台北市警局就重兵佈置 就是每一個路口都有警察 或者故意把警車放在那邊 就是他們生活 就是在生存線 幾乎在生存線之下在掙扎 那剛才講到打疫苗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蠻難過的 就是我們在這個花蓮台東的這個 在台灣原住民部落 他的施打年齡是可以比我們這樣10歲就可以先打 那就是因為剛才俊老師提到 那我自己因為在資本老爺的關係 也在台中住了很長一段時間 有時候你很難想像 就是說你住在台北 但是你看 你去看病要到台中去看 因為他們距離大概就是這樣 或者是啊 我有一次看到這個利用航空 自從沒有在飛飛飛射機 在飛北東線全面換成螺旋槳的ATR 在剛開始的時候啊 我去坐飛機啊 我都非常不忍 因為為什麼 每一班飛機裡面啊 都有三個五個老人 輪椅推到這個基邊 但是要用人背背上去 要走那個樓梯 我後來還為了這個 打電話去給利用航空的董事長 剛好我認識 跟他說 利用航空花了半年的時間 還去申請IATA的國際認證 讓可以一個斜坡可以架上去的東西 可以讓輪椅直接推上去 那就是看一個病有時候 重大的傷病要跑到台北來 那這些都是 就是說在疫情 或者說台灣的偏鄉 這個所碰到很多的問題 那我所要講的第一個事情就是說 就算疫情 國外開放我們打兩劑AZ 或兩劑Moderna可以去旅遊 也希望大家在未來的一年到明年 還是多留在台灣 在台灣很多你沒有去過的地方 走一走 那這個就是我從 剛開始的第一個子題 一直到現在我一直在講 既然疫情帶來的轉變 你應該因勢力道 在這個轉變裡面 你去多看看 多發掘 因為台灣有很多很多 你沒去過的地方 因為在沒有疫情的時候 其實你都急著要出國 世界太大 很多地方你想去 但是問題是在 現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不急著出國 要在台灣你沒有玩過的地方 要去走 要去玩 我在疫情之前 帶了兩個朋友 他說他要跟著我玩 因為他覺得跟著我玩 好像很好玩 我後來也就讓他跟著 那我說唯一的條件 你不能提出意見這樣 你就跟著我走 我們從台北 坐了很早的高鐵去台中 那去到台中我訂了一台計程車 去哪裡呢 去豐原第一市場 就是趁早 早上菜場還開的時候 就到菜場去 豐原第一市場是整個台中 在靠三線最大的貨品集散的菜場 以前的所有的林業 還有所有的生產都在豐原集中 所以在日據時代的台中州 最大的一個都市是豐原 它有它很久的歷史條件 產業條件 交通條件的背景 所以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但是以前的人在台灣玩 大概就是在網路 或者是在現在年輕人的IG 就直接看個照片 就去到那個地方 然後就對著那個真正的東西 再照片再PO上IG 然後就走了這樣 就是說真正要在台灣玩 你必須要具備一定的知識 你要做一定的功課 去到那邊你要有一定的耐心 慢慢的 要拋開都市人的那種隔閡感 可以跟當地的菜飯 當地的 可以教你很多東西的 因為豐原菜場賣的東西 一定跟我家附近的新龍市場 木柵市場 它是不一樣的 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你去跟賣的人請教 它很樂於跟你分享 但是都市人缺少這種個性 就是說買就好了幹嘛問 或者說不一樣買來吃就知道了 事實上裡面有很多很大的學問 中部產一種 只有在中部才會有的這個 砂糖肝 長得特別小 每一顆只有這麼小 跟日本那個小的橘子一樣 其實比日本的橘子還好吃 但是我們長在台北的人不知道 因為它只有在中部賣 那很多像這樣台灣所特有的東西呢 靠這個疫情讓我們留在台灣去發掘 因為台灣 你越玩這個內容產業才會更多 你越玩 越去更鄉下地方玩 才有更多的年輕人或更多的人 可以留在那個地方 城鄉的這個發展才會比較平均 那這都靠疫情以後 大家未來在這兩年 好好地在台灣慢慢待著 但是慢慢地改變你的那個模式 不要用原來的模式 留在台灣玩 那第二個呢是 石敏剛剛有提到的 我覺得這次打疫苗這件事情 我剛才也有提 給我一個很大的驚嚇 就是說社會在接下來 如果有這種不公義 不公平的事情 必須要有人出來倡議 就是說事情絕對不可以這樣子做 人民絕對不能夠接受 我們的人太就是溫良公減讓 很多東西就是政府一名的領導 我們就一名的做 除了易剛兄 還起身反抗以外 就是我們就是安善良民 就是良民政就等著領這樣 那但是呢 這個事情是極度不公義的 因為牽涉到每一個人的 基本的生存權 那不可以這樣子做 但是對於在台灣來講 就是說 只有名嘴有權力罵 但是問題是 這個必須要有一個倡議 大家都要反對 如果有這樣子 就是說的事情再發生 社會就是說要能夠 更成熟的發展 像這樣的事情必須要 發出聲音 那最後呢就是說 剛才主持人在提到 在疫情 在科技 對於現代生活 帶來的轉變 會加速進行 但在這個加速進行裡面 各行各業都要自行 就是說 我在那個加速進行的未來裡面 到底提出什麼樣改變的對策 對於跟你一起工作的人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出路 這個都是在各行各業 從事的人 他要想出來 那台灣才會有下一個階段 新的發展 那最後我的結語 就是台灣還是有溫情的 那在相聲瓦瑟 就特別提出來這個 尤其是三級梗裡面 我上個禮拜 被報復性請客 在台北老爺 我兩組朋友 請我在台北老爺吃飯 以前人家請我 從來沒有說 在我自己的酒店請 那現在呢 為了我 我們兩三個月的民生凋敝 特別都喜歡我們自己的酒店 連我們同事都覺得很奇怪 以為我去督導監視他們 其實沒有 大家就是很溫情的 怕我們受不了 所以都在 都在我們的自己的酒店 挑很貴的菜單請我這樣 我都很不好意思 那這個溫情我會記下來 等到我報復性請客 我一定 除了請左右前後以外 這幾個人呢 特別報復性喝酒 報復性請客 謝謝大家 我覺得今天這場主持 是我一生當中最難忘的一場 因為那個 對就是彼此都會相互 不用對方的哏來抖包袱 好 那視頻老師 對 再請您 這也是我做個小小的結論 我是很希望 因為有時候說真的 包括各位在內 包括我自己在內 有一個部分是我們在工作上面 也許可以去努力的 比如說我寫評論 或者是做我的廣播 可以做很多的評論 那也許還可以做一點公共的影響 但是有些時候我們也必須承認 我們還是很渺小的 那渺小的話 就把自己要先顧好 可是自己顧好這件事情 也可以不必那麼樣的自私 像我自己 這一段時間的體會 就很強烈的感受 包括我們的流行音樂 包括我們的影視文化 其實有很多題材 是在daily life裡面 去發現出來的 對不對 同志之間 同性之間的永恆的感情 對於初戀的自死不渝的 那種某種心靈的懷念 即使你到了中老年之後 那這種故事還是很感人的 還可以感動很多人 或者是透過一些小城鎮的 日常的生活 穿透出對於台灣這塊土地的 一些關懷跟思索 其實影視流行跟文字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很鼓勵很多的朋友 就說真的多多寫作 我放眼望去 各位其實看起來都很健康 也都還蠻年輕的 可是人生都有一些經歷了 這個人生的經歷 要怎麼樣子散發出一種 對別人的影響 那我常會鼓勵說 現在有太多很好的 這種自媒體的寫作模式 那我自己這些年 就是完全用這個 2016年以後 我幾乎不再仰仗 所謂的大的媒體 要來說什麼登你的文章 連載 當然很多好朋友還是會幫忙 我們要出書的時候 他們還是會叫我們把文章 給他們一兩篇 可是因為你也知道 對他們來說 現在這種媒體是很艱苦的 然後你也不可能給他太長的文字 所以我都在我臉書上自己寫 那一方面你寫得很開心 就是你自己反正自己的臉書對不對 更開心的是有很多人來看 那看一看慢慢就形成了 你自己就可以 有個數萬人在追蹤你的臉書 然後很多媒體會轉載你的評論 我覺得我們只有自己可以做出一條自己的風格來 你也不需要去 那辛苦不辛苦當然很辛苦 都沒有稿費 對不對 別人轉載你的文章 也不會付你稿費的 可是他有一種 就是說你如果不要太在乎的話 他還是有一種自己的樂趣 所以我一直鼓勵很多的朋友 我在有一次在花蓮一個黃金文藝裡面 我第一次鼓勵一百多個人也很厲害 他們很多都是在工作退休 或準備要退休 他們一直很想知道可以做一點什麼的 在那樣的場合裡面 我常常鼓勵很多朋友 你就寫啊 像各位有很多的生命故事 你的職場 就把這個東西像daily life一樣 慢慢的去寫 剛開始的時候你一定會很粗糙 一定很不知道怎麼下手 可是人很奇怪 你寫了一陣子之後 你就越來越會講故事 越來越會講以後 其實很多的做流行音樂的 做內容 content的 他就會在這裡面找到很多 很有意思的題材 說不定你就可以寫出很感人的 比如說最近我也有一本書 我非常喜歡 《紅愛珠的老派少女的購物路線》 你看他寫 他小時候跟著他的外婆奶奶 跟著他的媽媽去傳統市場採買 到那種舊的已經消失的百貨公司 小時候跟著去百貨公司 買東西的這種經驗 之所以好看是因為 有很多人的共同記憶 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種溫馨 他有一種很溫暖的過程 讓我們總會想到說 每一個人的生命都不是孤立的 對不對 即使是再卑微的人 他站在萬華的街角 在等待客人 他的人生也不是一開始就這樣 他人生也有很多的故事 這些故事其實是透過我們的文字工作 去把它寫出來發掘出來 鼓勵大家自己去講自己的故事 讓別人去改編它都可能 這個我覺得是我自己這些年 尤其體會到自媒體的樂趣以後 我就很鼓勵很多的朋友一起來跟進 你喜歡拍照就拍啊 拍了之後就寫一點你自己的文字心得 你喜歡在街角上看到一些畫面 你把它拍下來加一點文字 其實都在訓練我們這個社會 變成一個公民社會 也在培養自己成為一個很好的自媒體的寫作者 說不定隔隔一年兩年以後 在座這麼多人 就有一兩個人成為一本暢銷書的作家 這是我想大義時代 也許我們可以體會 黑天鵝不知道什麼時候來 所以我們自己要有一個中場哲學的概念 開始體會到人生了 就應該把中場定在現在 然後努力地走下面的後半場 謝謝大家 好 那就請冯老師來幫我們壓軸來談一談 台灣我們最近陷入到一道算數題 3加11 3加11等於多少 你說等於14 7加7等於14 對吧 5加9等於14 3加11真的不等於14 而且不一定等於14 有人認為它等於817 有人認為它等於1450 對吧 對於我們正在演的33這齣戲呢 我就非常確定 3加11是大過33的 因為33就被3加11這個事情干擾到 沒辦法演完 那這是我們在劇場裡面正在進行的 本來應該剩兩場演完就算了 沒辦法 現在我們必須要節省我們的經費 所以下半年呢 恢復演出的時候 我們繼續演33 各位我們先來看一小段 33裡面有趣的過程 學長 學長怎麼啦 牙痛真要命 您經常牙痛 我一輩子牙痛 哎呦 幸虧啊 小的時候住在眷村裡 嗯 村子裡面有一位牙醫伯伯 那好 好恐怖 欸 她的治療方針非常大氣 那很好啊 嘴巴張開 欸 拔掉 怎麼了我就拔掉啊 就是啊 問世間情是何物 這叫生死相許啊 有這麼隆重嗎 怎麼說都是我嘴裡的牙 那不能說拔就拔呢 也對 那好 那就先觀察一段時間呗 她就是這麼說的 好 接下來是天南地北 雙飛克 老赤幾回寒暑 這句話什麼意思 好幾年間 那顆牙 挖了捕 捕了挖 搞出一個大洞在那兒 太慘了 她給我做出了第二次的診断 哎 還是拔掉 同一招啊 我死活不讓她拔 你別那麼矜持了吧 歡樂去 離別苦啊 這有什麼好歡樂的 牙痛陪了我那麼多年 我現在不能沒有那個痛了 你是被虐待狂啊 舊中更有痴兒女嘛 就有這種變態 一直忍一直忍 終於忍到狂歌痛癮的地步了 這什麼意思 跟朋友去唱歌 喝冷飲特別有感覺 哎呦 原來壞掉那顆牙左右兩邊都受到干擾了 災情還擴大了 沒辦法 來訪燕秋處 這是 回去找牙醫伯伯啊 對 完蛋了 怎麼了 眷村拆光了 完了 經過打聽 輾轉找到牙醫伯伯搬到的新社區 那就好 不好 怎麼 兩年前她過世了 她沒救了 有救 怎麼 她的兒子子成副業 在自己家裡開了新式的牙醫診所 又得救了 新一代的牙醫 對 觀念心 設備心 技術心 是 給我做了全新的診断 那是 通通拔掉 你看 學長 相聲瓦瑟怎麼會有這樣的預言能力 在一年多以前 就把牙醫 當做一個人物編在相聲裡面 許多人都問 那你們這一次那個三級警戒過後了 那你們再推出這個戲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新詞 有 就在這一段 所以當那個 我說嘴巴張開拔掉 邵清就說 這個牙醫怎麼都不管別人痛不痛的 對 有一些牙醫 它是感覺不到別人在痛 的這種話 會進到我們新的諷刺裡面來 我們 我今天談的就是說 什麼變 什麼不變 我是覺得有一些原則 我們不改變 我們是表演藝術團體 我們應該拿穩了表演藝術的概念 穩住 好好的想我們要繼續做表演藝術 因為這沒有什麼好反悔的 我們要不要做影視行業 是三十年前就已經決定的了 各位都知道 宋少卿它是一個綜藝咖 他三十年前加入的是瓜哥的那個綜藝團隊 弄弄 他還是回到劇場來 他還是覺得跟著馮英剛一起做表演藝術 是一個比較有道理的人生 有一個有感覺的人生 對吧 我們決定要繼續演 我們不是為了看票房 票房不會好的 我們看人 我們的技術人員 我們的行政人員 我們的演員 因為有演 因為有登台 因為有運作 因為有動 於是他們有工作 他們可以拿著原來 甚至於可能比原來還好一點的酬勞 繼續工作 我們不要補助 我們不要紓困 我們要我們自己原來的工作 這是我們不變的 然而呢 在這個不變當中 我看到一些變 是很有意思的 例如信義百貨群的那個大廣場 我疫情期間 我每兩三天出門一次 我專門到百貨公司的超市 買東西 它比較貴 但是真的比較安全 人比較少 沒什麼人去逛 對吧 所以我去那邊買點東西 買點吃的 所以信義區的那個百貨公司群 它就趁著疫情期間 封鎖 換地磚 這個非常的對 非常的聰明 你平常都是人 都是人 趁著這個時候 換地磚 對不對 我們立蛋之外 旅館要做了很多的 對不對 整頓 然後我看到那個介紹 羅浮宮 你哪裡有什麼機會整修羅浮宮 每個禮拜只有一天的修館日 來不及的 結果呢 疫情期間 他們居然能夠給窗戶 給門 給地板 從上一些彩繪 有一些該補牆的名畫 做一些藝術性的補牆 我們人類的行動 受到重大的限制 反而我們看到了萬物得以喘息 我在電視上看到很多很感人的畫面 因為那些山莊我們都不去了 所以呢 那個小鹿就過來探頭 猴子就過來探頭 它變多了 變自由了 奈良 那一個餵路的那個地方 那個路是很暴力的 人一來衝上來 要跟你要先輩 對不對 奈良的路 都會跑到人類 那個小店啊 那個廚房啊 旁邊探頭 你們都去哪了啊 然後呢奈良的路呢 也都變成回去吃草了 不吃那個先輩了 瘦身成功 都變成很fit的路了 非常的好 人類還有海龜 沙灘上的海龜 很順利的下蛋產卵 小海龜富裕有成 所以人類呢 在萬物之間 位置可能有改變 我們這個改變 是老天爺給我們 我們不要怪武漢實驗室 不要怪老美 事情已經發生了 它是對全人類的 一個重大影響 全人類面對 這樣一個重大的貢業 我們的位置改變了 我們要謙卑的承受下來 我們要謙卑的接受它 這個態度 比起我們戴不戴口罩 比起我們要不要做生意 比起我們要不要旅行 比起我們要不要演戲 那是重要的太多態度 謝謝大家 時間到了 我最後一頁 好 那其實在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那個有個好朋友 也是之前金老師支持來同中講座 第二年的張玲寫了一本書 對 一路惶恐 然後 那其實在他寫作這本書的同時 我們當時針對一些疫情 然後很多地方封城 然後做了一些通行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心裡很低潮 然後他其實就 他引了這首詩給我 那我覺得當然對我 在那個時期的當下 我覺得會有一定的提醒 後來他出書的時候 這首詩他完整的引用 那引用之後我就跟他說 你引用的是李敖翻譯的版本 那李敖有些是自己 按照自己的意思翻的 其實並沒有準確的 根據多恩原來的原詩做翻譯 我說那這樣好我們兩個合作一下 我們把它重新翻一次 對 就把這首其實是有一點很老的作品 我們重新翻一次 然後就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們兩個人 就你翻一句我翻一句 然後兩個人翻一翻 發現運腳都長出來 我們就說好吧那就這麼決定了 就把這首詩重新的移出來 我讀一下 就是沒有人是孤島 獨具自成一體 每個人都是一腳 連結著大地 假如海水沖走一方 十泥 歐洲就會變小 流失的海峽或宅底 無論是他人或是屬於你 都是同等的重要 任何人安息亦是我耗損 因為我與人類同道 所以別問喪鐘為誰而敲 喪鐘為你哀悼 那我想這是一個祈禱詞 他想講的就是說 其實沒有一個生命的喪失和我們無關 那牙醫懂不懂人的痛 這件事情是讓我們很懷疑的 就是說如果任何一個長有權利的人 他看的都只是數字 或都只是民調 那這個時代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悲哀 所以其實今天非常非常感動是 我覺得好朋友們來到這個現場聆聽到 我覺得士平老師和我們分享 在這樣一個疫情的期間 他把自己沈澱下來 從這個巨大的恐怖當中 然後他還很堅定的找到了一個 他自己的哲學的觀念 然後去知道 還要繼續往前行的那個力道在哪裡 然後也透過他的節目 其實他最近真的很勇敢 他每次都是不怕得罪人的 在他的自媒體上面引經據點的去談 他對於社會現實的觀察 也幾乎是很難駁斥他所說的 因為一切都是根據他自己對於事實的觀察 我會認為這就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 其實我第一次見到的士平是在一個原文書店 他穿著風衣要買書 就曬到迷死人這樣子 然後我就在想說 他會不會一路就這樣子走來以後 只在乎文學而不在乎公共事務 其實我關注他的臉書 就會發現他依舊是這樣子的一個很重要的知識分子 我覺得方正執行長今天真的是超級幽默 然後既講出了他飯店經營所遇到的種種 其實也告訴我們更多不管是往這個社會裡頭 往自然或是怎麼樣去讓台灣的人們 在這樣子的一個疫情看起來要過去的同時 仍然保有我們在疫情當中所發現到的 不管是家庭的價值也好 所以那你五倍券既然還沒有書位綁定 還是給老婆吧 然後以及走進社區以後怎麼樣的去找到 各位記得多在台灣 既然出不去 我覺得應該 我覺得我們要多在台灣各地 更深入的走進各個角落裡頭去觀光 然後去消費 然後我覺得讓我們的台灣可以變得更好 那阿剛老師當然我覺得 我本來以為這個他今天會帶來很多這個 非常慘兮兮的消息 那但是可以看到相聲網社 真的非常非常努力的在疫情期間裡頭 讓我們對於傳統文化對於藝術 依舊有一個可以遵循的方向 而且透過笑聲 我覺得一點都不辛辣的 但是讓我們反省了這個政治的現實 或是我們的人生的種種 那尤其是今天真的這麼精心的準備 然後我覺得特別特別的感動 我們是不是再一次掌聲 謝謝三位掌聲 謝謝 請問一下現場就是看直播有沒有回憶 真的嗎 還有時間 好 謝謝 好好好 那在現場有沒有朋友有 直播現場的朋友會有問題嗎 好 請 有一位來我們就 首先謝謝解老師 謝謝 首先謝謝解老師在50週年 然後給我們這麼好的一個座談會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在疫情以來就說 你們在三位裡面就是在你生活工作中 最大的感動是什麼 然後就是說你覺得你對這個社會或弱勢最需要 這個時候這個moment要做什麼 兩件事情 謝謝 好 那我們是不是 因為時間也很有限 我們就請三位分享一下 就是這段時間你經歷過最感動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指方症 好 他在中間 好 謝謝 因為我有跟同事講 就是說大家自己找工作做 有工作做的時候大家就有工作權 我們的同事竟然把就是櫃台對面的墓地板 櫃在地上用那個奈米海綿 在磨墓地板 把一個墓地板磨得跟一面鏡子一樣 然後有的人呢 是把那個庭院裡面的石頭拿起來一顆一顆再清潔 就是我看來就是說覺得真的蠻感動的 就是雖然說插石頭 也不是說那個神燈 突然插了插一夜就跑出來 但是就是說想辦法做事情 那這個是我覺得我很感動 就是說自動自發的 我說你們自己想事情做 而不是站在那邊就是開玩笑大家在聊天 就是說任何情況之下都是還有可能性存在的 這是他們帶給我的啟發 謝謝 阿剛老師 我們的運動選手想盡辦法 要正常地去參加奧運 並且在奧運得到那麼好的成績 有史以來最好的成績 非常感動 講完了 謝謝 我在去年出了一本書叫小日子小堅持 我裡面也講了一個情景 有一天我在我的那個大樓 因為講去年那個很慘 有一段時間也蠻慘的 那個都沒什麼人 我在7-11買了一杯咖啡 站在外面門口看著外面這樣 人也很少 那時候人也變得很少 有一天我就突然看到一個 大概身形看起來應該是中年的男人跟女人 從遠方這樣走過來 就手這樣牽著 然後我為什麼會注意到他們呢 因為他們走路非常的優雅 不疾不虚 我那時候一直看他們走過去 我有強烈的感受 所以回去我再寫了一篇文章 那講什麼呢 他讓我看到了說人在疫情當中 手牽著手戴著口罩 然後呢慢慢慢慢地這樣走過去 就很像一個人生的隱喻嘛 疫情是來了 是造成很大的衝擊 有很多的恐懼了 可是你手邊可以牽著一個人 然後慢慢地走 你不覺得那是一個很溫暖很幸福 同志你也可以連帶地想到 那些所伸出去沒有人牽他 或者是抓不到 也許只是抓到一些往昔的記憶的這些人 其實是很辛苦的 所以一方面你懂得了珍惜對不對 現在雖然老婆常常也在嫌我 五倍捐也被拿走了 但是你還是會覺得說 回到家看到女兒坐在那裡 然後看著太太在那裡 然後走出來看到某些人 你熟悉的人都還在 那些朋友們很努力地在做他們的工作 方正他們在飯店立蛋我很清楚 因為那天我就直接 第一時間就看到臉書上 他們在啪那邊做立蛋 立了很多蛋在那個地方 這都是很感人的 因為我們很努力地 在我們的世界裡面 守住我們自己的小小的一片江山 努力地活著 而且做一個有意義的人 這是很令人感動的 好 那我想做為主持人 我想講就是洪健全基金會 五十週年一直在改變 那其中這種改變裡頭 也可以看到有一個不變的精神 就是傳遞人文的價值跟善念的種子 那金老師也即將在五十週年的慶祝過程 會出版一本書 談他如何地從一粒善念的種子 然後最後去這個 繁衍出一片人文的森林 那我覺得講堂的同仁也讓我看到這段時間 大義時代改變了什麼 就是人文價值依舊還要繼續地傳遞 現場也許不能夠再開放 讓非常多的聽眾來上課 但是也依舊很努力地去適應數位科技 用視訊的方式 讓更多的讀者可以遠距地來參與 講堂所傳遞的藝術人文歷史的價值 這一點我覺得看到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那同仁們這麼辛苦 包含去籌辦今天的活動 我們是不是也給雅惠 給我們的同仁們一個鼓勵 謝謝 文娟 對 謝謝 秀娟 對 我覺得真的是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就在這樣子的氣氛當中 我覺得非常感謝最後這個問題 我覺得在感動當中結束 讓我們懷抱著更大的熱情 去面對這個充滿挑戰的時代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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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